计算体的第三体和第四体 有個大頭彈 Boothead是大頭彈的意思 英文的大頭彈 大頭彈它的消防函數長這個樣子 還有大頭彈的消防函數長這個樣子 長這個樣子 那我叫你說呢 如果它消防函數長這個樣子的話 請把它的服役曲線給畫出來 然後再跟你說 X跟Y兩種商品的價格 我說呢 PX它的價格等於1 然後PY它的價格等於2 我題目跟你講這個東西 然後我說呢 請把無翼曲線畫出來 請把無翼曲線畫出來 所以無翼曲線呢 如果我給你效用函數長這個樣子 這表示什麼意思 表示說呢 第一個 大頭彈的效用環數 它的效用是受到X跟Y的消費 來決定的 這個大家都知道 然後呢 它的這個效用環數長什麼樣子呢 它是3X跟2Y minimize 這個是minimize 就是說哪個比較小呢 就跟哪一個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上課的時候也講一個類似的東西 我們上課的時候也講一個類似的東西 叫做minimize XY 這是最基本的 minimize XY是什麼意思 你的效用呢 就是跟XY兩個看哪個最小 它就是跟那個嘛 比如像說X如果等於3Y等於2 請問效用的值會多少 2嘛 這個後面的implication是什麼 這後面的implication就是說 假設X左腳鞋子 Y是右腳鞋子 左腳鞋子三隻 右腳鞋子兩隻 那你的效用是多少 就是2嘛 等於是你有兩隻鞋子 對不對 左腳的三隻 右腳兩隻 所以左腳的多的那隻 是沒有用的 所以這個是這個意思 那當我把它擴展後 變動寫成3X跟2Y的時候呢 那是什麼意思 就變成說 OK 我是什麼 兩組X對三組Y 兩組X對三組Y 這個就比較 比較稍微複雜一點 比如像我這樣來說 如果你今天 X跟Y的比例呢 X跟Y的比例呢 比如像說 X是1 Y也是1 得到這個上面是多少 3X就會等於3嘛 對不對 3X就會等於3 然後2Y就會等於2 所以你會得到什麼 你會得到你這時候 效用會等於2 對不對 因為3X等於你 X一個是多的 一個X是多的 所以你看到這個時候 你會知道說 這個東西是類似一種 完全互補財 可是說它互補呢 有個比例在搭配 你可能不能像剛剛 之前那個一樣 1比1 那你可能要猜 你像我X跟Y的 我比 如果是舉例來說 我用3比2來比 你看到這個3跟2 你先這樣穿會看 好啦 那你就得到3X 會等於多少 3乘3是9 那Y是兩個呢 2Y就會等於4 所以得到結論是什麼 這段有效盤數會是4 多出來的呢 你會多出一樣X 這個X沒有用 所以你就可以再繼續串 你就看到X比Y 當我效用函數寫這個樣子 你就可以看到 X比Y可能是2比3 對不對 3X會等於多少6 然後呢 2Y呢 也會等於6 也會等於6 所以當我效用函數寫這樣的時候 表示呢 X跟Y是完全互補財 可是它要有一個比例來搭配 比例怎麼搭 你就 你剛開始不知道 你做手啊 做這種節目做手 你就知道是它這種東西 看到X比Y就是很閃 可是 你剛開始不知道 你就可以一個一個串 你先從最簡單的1比1開始串 3比2開始串 2比3開始串 你覺得是對的 沒有浪費 沒有X跟Y浪費 沒有多的X多的Y 你就覺得這個一個是對的 就像我最前面講那個 三隻左腳鞋子跟兩隻右腳鞋子去挺 那結果你的效盤數是2 2嘛對不對 就是兩雙鞋子 多的那隻鞋子是浪費的 那你就知道這時候 你不是達到最深 對不對 那所以當我效盤數寫這樣之後 你可以這樣來搭 好 那我們做完全互譜 那個 它的無異曲線要怎麼畫 完全互譜 它的無異曲線要怎麼畫 那我 大家都大概知道 你只要畫出 我想你只要畫出這個樣子呢 我大概就會給你分數 我大概就會給你一些分數 我大概就會給你分數 它就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你知道它最適合搭配是 X等於2的時候呢 Y是等於3 Y是等於3 X等於2 Y等於3 這個時候呢 你搭出來的 你搭出來的那個XY才是會最好的 那如果你 比方說你X是3 Y是3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說 你會有一個浪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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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你再把那個 你再把預算 限制式畫上去 預算限制式畫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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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預算限制式畫上去的話 比如像你在暗化 我現在說PX X是PX1 然後PY等於2 PY等於2 所以你的預算限制式開始畫成 比如像你就可以 你就直接可以這樣子 直接畫一條杖下來 就直接這樣畫一條杖下來 就直接這樣畫一條杖下來 你就直接這樣畫一條杖下來 那你可能可以給一些 你給一些數字上去 給一些數字上去 比如像我這個可能 不是正式畫的 我是隨便畫的 就是說它可能不是 你就可以把預算限制畫上去 然後你知道說 這個是一個浪費曲線 那預算限制就畫上去 你可以稍微註明一下 這個叫做 PX 這個叫做PXX 加上PYY等於I 所得 你可以加上這個進去 它這個就是預算限制式 它這個就是無意曲線 然後你可以說這個叫做 minimize的3X2Y 然後等於一個Ubar 或等於一個KI一個長數 它這個就是無意曲線 你這樣畫出來差不多就是這樣 就是這個樣子 你畫出來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 OK啦 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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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 這個就是 這個題目的 第3A 那3B 我就問你說 那罪事的消費 那罪事的消費組合是怎麼樣 那就是罪事 如果說 如果我今天說 3B 我就說 如果你的Income 所得Income i等於多少 112塊錢的時候 等於112塊錢的時候 你的 最事的X大跟Y大是多少 那這題你要怎麼解 這題你要用 那個經濟的就是Sense來解 就是說 你現在知道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個東西叫做 minimize3X2Y 表示X跟Y是完全不補財 對不對 所以你要有個比例來搭配它 怎麼搭配 就是X兩單位 Y三單位 你要這樣來搭嘛 所以你應該這樣想 你這次完全不補財 你就回去想說 我上課的時候講說 如果你今天是minimizeX跟Y 左腳鞋子跟右腳鞋子 請問你要買的時候你怎麼買 你就是買一雙嘛 對不對 所以你就是先算出一雙多少錢 然後看有多少所得 除下去 你就知道你要買幾雙 這就是多少X多少Y 它是不是這個樣子 所以如果我今天給你說 這個效盤度長這個樣子 你就知道你要怎麼買 你要買兩個X搭配三個Y 所以你就先想 所以你要買 要買這種一組一個set 就像左腳鞋子跟右腳鞋子 你要買再買一雙嘛 所以你今天碰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要先想說 好所以我要買的是買一個搭配 一個set 那一個set呢 你知道一個set呢 一組是多少 兩個X 兩個X 三個Y 對不對 這個叫做一組 那一組多少錢 一組多少錢 一組呢 它的售價 X是兩塊錢啊 X是一塊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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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一組售 一組你要買兩個X 然後Y呢 是兩塊錢 一組你要買三個Y 所以是多少 八塊錢 這個叫做一組的售價 你要買一組嘛 對不對 你要買一組啊 所以這個 這個東西其實是非常直觀的嘛 你就想說 你不要想太多 你就想說你平常在買東西的時候 你知道這個是要買一組 一組的售價 一組的價錢 一組的價錢 一組的價錢是這樣 八塊錢 你要買一組嘛 一組裡面是多少 一組裡面是兩個X跟三個Y X是一塊錢 TY是兩塊錢 所以其實這一題 你如果知道 這個題目的意思呢 完全看得懂這個呢 你其實不需要有太多複雜的計算 不需要有太多複雜的計算 所以我們再繼續把答案做完 你全部有112塊錢 然後呢 一組是八塊錢 這小學生都會做的東西 所以你知道你要買14組 那14組裡面呢 有幾個X 14組裡面呢 就是有多少 有28個X 28個X 然後呢 多少個Y 42個Y 42個Y 這個就是答案 這個就是答案 理解嗎 可以啦 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呢 主要關鍵就是 你要看得懂 這個 效用函數 這個mini 買3X2Y 是什麼一回事 然後用正確的詮釋這個東西 正確的詮釋這個東西 你可以正確的詮釋這個東西 知道它是什麼意思 你題目就可以解得出來 你題目就可以解得出來 OK 有沒有問題 可以啦 可以啦 都知道了 有做過題目 我今天到底想一下就很清楚 好那我們來看 最後一題 最後一題 最後一題呢 我跟你說 這一題這個題目就比較複雜了 這實際上的情況 我猜有人會跟學長借考古題來做 去年題目比這個題目難 去 那去年這個題目因為我沒有時間 我就沒有 真的把那些成本 那些東西用真的數字來帶 去年那個高麗菜 那個就是真實高麗菜的情形 那當然那個 邊弄成本 我給他修過 弄得比較簡單 就是說如果真實的情況 那個邊弄成本 非常複雜 那個函數大家做 考試就會死掉了 就會恨我 好 所以就修過 不過去年的時候那個 那些固定成本 比例像說那個 大概 那個高麗菜的菜價 那高麗菜的那些 那些什麼什麼什麼 固定的成本 大概就是那個樣子 所以去年的題目 比較 去年經過比較難 啊 今年沒有時間做 我就用了一個自己 弄了一個簡單的版本 來做 不過大概上概念上是類似的 好 這一題是這樣說 我給你說 如果你在澎湖馬宮有一艘船 那這艘船有兩個用途 一個用途是 你自己來做生意 做什麼呢 做那個休閒儀業 帶人出去釣運 另外一種呢 另外一種呢 就是什麼 你租給人家 租給人家 讓人家去經營漁業 然後你自己呢 你自己去做生意 你自己回去 你自己去那個什麼 鴻湖海洋 收益的工作室 你去海洋收益的工作室 去海洋收益的工作室 去年那個 那個 那個題目是這樣講 所以今天就有兩個選擇 那我就先問你 我就先給你一些情況是說 如果你重新休閒漁業的話呢 你大概 你的成本長什麼一回事 所以我給你第一個呢 最重 第一個最重的事情是說 我說總變動成本 來 總變動成本DBC 我說的總變動成本是多少 600Q加上30Q的三分之二次方 總變動成本長這個樣子 那我說呢 你如果做休閒儀業的話 這題跟你說 你這個你是什麼 你是完全競爭廠商 完全競爭廠商 這個你要用的是 公司什麼 我第一題問你什麼 我第一題問你說 你一個月 這個DBC是每個月的 每個月的 你每個月的總變動成本 長這個樣子 每次完成競爭廠商 然後我第一題 我問你說 所以你最市的時候 你一個月要帶多少的客人出海 所以這個問題非常簡單 完全競爭廠商 我問你最市的產量是多少 那你要用什麼 你要用P等於MC 對不對 我說過 你要用P等於MC的這個公式 我們上課 我們考試都不會考 叫你P這種公式 這個太無聊了 我們考試是直接考你 有這個東西 所以我給你總變動成本 那我說呢 你要用P等於MC 來找出對色的產量 所以接下來 你就要把總變成本做出來 變率成本是多少呢 TVC等於600Q 加上30Q 它在這 變率成本就是直接對 對TVC 對Q求為分 所以你就可以得到 是600 加上多少是15Q 1Q2分之1 所以你用P等於MC來帶 用P等於MC來帶的話呢 你就會得到 你就會得到那個 你就會得到 你就會得到求解 你就會求解 P等MC來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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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是多少呢 我說 在那邊呢 現在那邊呢 每次帶客人出海一次費用 是1500塊錢 1500塊錢呢 編劇成本等於 600 加上45的 Q 2分之1 我說就這樣 好 計算我就不算了 這個非常簡單 你就直接移向 四處 Q2分之1等於900 然後直接再 算出來 就可以得到 QSTAR 就可以直接再得到 QSTAR 你就可以得到 最四的Q呢 會等於多少 會等於400 所以這是第一題的答案 每個月呢 要帶400個客人出海 大多數的 我想這個應該都對 應該都對 你只要說 電機成本出來 P等MC再進去 答案就找出來了 好 接下來比較難的是第二題 第二題問題說呢 一年的利潤是多少 一年的利潤是多少 那你怎麼想這個問題 來 列出來 先把那個公式列出來 利潤 一年的利潤 P P等於多少 P 乘以Q 減掉TVC 減掉TMC 所以你現在就要把這幾個東西給做出來 你就要把這幾個東西給找出來 好 那我們先從每個月開始來想 每個月開始來想 怎麼開始來想 你每個月招待400個客人出海 所以你P乘以Q 一個月的 一個月的會是多少 每個月的P乘以Q會是多少 招待客人出來一次是1500塊錢 然後你每個月招待400個客人 所以你一個月呢 P乘以Q P乘以Q 是60萬 所以是60萬 600K 600K 這個是每個月的 如果你有營業的時候呢 你有營業的時候呢 你每個月P乘以Q 每個月招待400個客人出海 每次客人1500塊錢 所以是600K 好 那接下來呢 你要來找TBC每個月的 每個月的TBC 來那你就把它帶進去 你就把它 把這個東西帶進去 這個Q 大等於400 你就把它呢 帶進去這裡 你就把它帶上去這裡 所以呢 你知道TBC 你的TBC 來TBC 總變動成本 希望後面能看到TBC 總變動成本 TBC 等於多少 600Q 600 乘上Q是400 然後呢 加上30 乘上Q 400的 二分之三次方 會變成是這個樣子 你看到400的二分之三 二分之三次方 你可能覺得 哇這都拍折耶 沒有這一點都不難做啦 我數字全部都處理過了 400 二分之三 就是400再開根號 然後再乘以三次方 啊400開根號是多少 20 20的三次方是多少 8000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8000 這個就是8000 那我知道了 這個高中數學而已 400的 二分之三次方 你擺起 七番機 啊 起雞番機 起沒出來 400 除以二再乘以三次方 開根號再三次方 就好了 所以你會得到多少 你會得到 你會得到 乘以8千 24萬 600乘以400 也是24萬 所以你會得到48萬 480K 每個月的 每個月的 你會得到這個東西 好 所以我們就回來看Pi 我們就把這兩個東西呢 匯成到這裡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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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我問你一年的利潤是要多少 一年的利潤是多少 有的人呢 TFC 因為TFC 我給你的是什麼 我給你的是黏的 我給你的是黏的 所以呢 有人呢 可能他就想說 好吧我先算月的 那我就把黏的改成月的 然後再做 可能這樣可能會比較麻煩 我們就直接做整齡就可以了 好做整齡的 那我們就直接做整齡的 那我們就直接先擺上來 PXQ 剛剛已經說了 600K 每個月 然後呢 減掉你每個月 480K TFC 這也是每個月的 然後我上面說什麼呢 我上面說 你一年呢 你只有 只能營業八個月 你只能營業八個月 你只能營業八個月 所以我就乘以八 你一年你只能營業八個月嘛 對不對 所以你沒有營業的時候 什麼意思 你沒有營業的時候 你PXQ是0 對不對 你沒有營業的時候 TBC是多少 也是0 這個叫總變動成本 Q等於Q等於0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一年 只營業八個月的話呢 你PXQ跟TBC呢 你就是直接算 你就是直接把整個月的 你就是你這個先從月的 讓它把它算成0 我們說這個中間是一個月的 一個月的 然後這個也是一個月的 這也是一個月的 這也是一個月的 所以你知道你每個月呢 PXQ減掉TBC會是12萬 再乘上八個月嘛 所以你知道你這八個月的營業呢 營業的呢 營業的 PXQ在減掉你的總變動成本呢 是每個月多少12萬 再乘上八個月 剩下四個月呢 是怎樣 沒有辦法營業 我沒有辦法營業 這就是0 好那我們現在再來看 總固定成本 我說總固定成本 就算整年的 你沒有營業的時候 總固定成本還要出啊 對不對 你還要出嘛 所以我現在就是 直接把它剪掉呢 剪掉了總固定成本 這固定成本呢 我是用年的來做 我用年的來做 我用年的來做 總固定成本 我用年的 一整年的總固定成本 那一整年的總固定成本 會是多少呢 來我們來看一下題目 一整年的總固定成本 會是多少 一整年的總固定成本呢 這邊可能比較多 會犯錯 來 PFC 總固定成本一整年的 總固定成本一整年的呢 首先是這樣子 首先是這樣子 我說 如果你那艘船呢 你不坐近海域業 你可以 你不做休閒漁業 你可以租給人家 租給人家呢 一年是二十萬 然後呢 如果說 你呢 今天不做這個生意的話呢 你可以去澎湖海洋 生物研究中心做事 一年一聘 那我說 給的薪資是 一年五十六萬 一年是 一年是五十六萬 一年是五十六萬 五百六十K 所以這個東西是 機會成本 這個東西是機會成本 來我把它寫下 這個東西是機會成本 機會成本 機會成本要算進去 如果 如果你做這個生意 你要想 你要這個船 你自己是 你自己的船 你要自己給自己租金 你自己做生意 要自己給自己薪水 怎麼設上自己的租金 跟自己的薪水 就用機會成本來帶進去 對不對 這個叫機會成本 這個叫機會成本 你自己 你用自己的船 這個叫做自己的船的租金 然後呢 五十六萬 叫做給自己的薪資 給自己的薪資 給自己的薪資 當然這個樣子 然後呢 我們還要再加上什麼呢 一些奇奇怪怪的其他費用 比如說 我說呢 你如果做這個生意的話呢 你要付給那個什麼 你要付給政府 稅金保險 什麼有的沒有的 然後你還要付給那個 行銷公司網站 你要做行銷一次性的費用 這個是多少 15萬 所以是150K 150K 所以你知道說你的總固定成本 自己的薪資 自己的租金 給自己的薪資 給自己傳的租金 然後呢 還要付給政府的稅 還要付給那個行銷公司的廣告費用 零零總總加起來多是多少 101萬 101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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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是一整年的 所以 如此一來 我們就可以得到你的Pi 是多少 你的Pi 是 每個月12萬 只能做8個月 所以是96萬 960K 然後呢 一整年的 然後一整年的呢 你付掉助力成本呢 是1010K 所以得到利潤呢 是-50K 付5萬 付5萬 小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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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這題目結論就是這樣子 好 你做這個生意呢 今年這樣做下來 賠5萬 你明年會不會要再做這個生意 明年就不會了 明年就想說 那我不要做這個生意 明年你就想說 我就不要做這個生意 我問你明年 所以我問的這個是長期決策 長期決策 也就是說 如果你 你今年這樣做下來 總結下來 你說啊 這個你最後還是賠5萬 那你就想像說 那這樣我 就把船租給人家 然後再去那個 海洋生物研究中 做是可能還比較划算 可能還比較划算 所以結論就是這個東西 結論就是這個東西 或是你可以換另外一個角度想啊 你總共做半個月生意 每個月做12萬 乘以8 96萬 那96萬你要再扣掉什麼 付給政府的稅金 保險10萬 再付給 付給什麼 再付給這個行銷公司15萬 所以總共你這樣做 生意是多少 你這樣做出來就是 71萬嘛對不對 那如果你把船租給人家是 20萬 然後再去海生館 56萬 那加起來多少 76萬 那76萬比71萬好 所以你就應該要 你就應該什麼 你就應該要去 明年你就會想說 你去海生館 不是海生館 去那個海洋生物研究中 做這個比較划算 這個題目是這個樣子 那C呢很簡單 C就說 C就說 好啦 如果現在政府要推動工工產業 叫人家來做休閒漁業 他就說 好 他就說政府就說 好我要股東 你來做這個事情 然後我就說 好我就可以免掉這一塊 免掉這一塊 那免掉這一塊 就剩下910K 910K 那910K的話 一樣啊 96萬-91萬 他算就變成正五萬 這個明年 如果明年政府說 突然今天政府說 要鼓動大家來做 從事休閒漁業 他就說 好明年開始 這個十萬就不用出了 十萬不用出了 那你就會變成正 那你明年呢 就會繼續投入這個產業 就會繼續投入這個產業 所以我覺得題目就問你說 如果大家 從事休閒漁業的人 都跟你有類似的成本節目 都是長這個樣子 那請問會不會有效的 增加來做這個生意的人 會啊 本來大家都在想說 明年我不幹了 然後呢 現在因為有這個東西進來 他就全部都要回來 他會增加休閒漁業的從事 從業人員 會 這個政策就會是有效的 這個政策就會有效 如果大家什麼都長得一樣 本來呢 大家都不幹了 因為說免去這個錢 大家就會從不幹 變成要繼續再做這個生意 所以有沒有效 就會有效 所以這個題目呢 大致上是這個樣子 有沒有問題 這題可能會稍微難一點 就是 可能要你把實際上 我們在上個學動力 猜到 到那個實際上的例子上 OK啦 沒有問題啦 好啊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先休息十分鐘 我們就先住兩分鐘 好 好剛剛上一堂課一開始的時候 我跟大家講一些事情 那有些同學玩到了 所以我還是有必要提醒大家 就是說 跟大家講一下就是說那個 那個 就有些玩到不知道 就是說 可能大家接下來 幾個月 陸陸續都有 拿到機車 那請在騎機車的時候 大家要小心 要小心 因為過去幾年的資料 顯示那個機車出車 或通常都是一年級 通常都是一年級 因為你還沒有經驗 那個手感不好 我記得三四年前就有一個直管系 也是一年級的出事 也是一年級的出事 那後來他有救回來 後來有救回來 不過就是 很像做了好幾年的輪移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現在好了沒有 可是很像還是看到在做輪移 就是 就是 其實很不幸的事情 那 那前陣子是 踩管系的 也是有個出事 我最前面有跟大家講 然後 那現在還躺在醫院裡面 還沒掛點 不過動部婚姻 那不知道怎麼都會促起 所以如果 大家同學 如果認識 踩管系的同學 當然給他們安慰一下 畢竟一開始 他們一個莫名其妙 一個同學就不見了 那 那 不過呢 除了安慰他們以外呢 大安慰一下 那個 搞不好你可以打到妹 或是說 叫到男同人 之類的 對啊 那 不要亂安慰 安慰到不該安慰的地方去都不好了 好 那 那不過另外就是說 也提醒自己 其實有時候要注意 這次這個很像是因為 沒戴安全帽的關係 所以你安全帽還要戴 安全帽還要戴 幾年前那個很像 因為有戴安全帽 所以後來頭都沒有事 那 是就上到脊椎或什麼 然後後來就 就去醫院 然後 就 不知道你會不會判出不隨 不過至少 至少有救回來 然後坐輪 坐輪 那 這次這個就沒有戴安全帽 所以 就 就 腦幹 本來就是腦袋就破 破掉了 腦袋就破掉了 所以 還 還蠻不幸的 所以請大家要注意這個事情 好 那我們今天來上課講 我們今天上課呢 要講的是那個 經濟效率跟市場均衡的分析 那 那 主要我們要談的是 經濟效率這個問題 經濟效率這個問題 剛剛可能 我們常常會聽到這個 經濟效率 Efficiency Efficiency 我也不知道他們當初為什麼用這個TEN 那 事實上 這個TEN Efficiency 這個TEN 轉成中文 大家講經濟效率可能沒有辦法很直觀的理解說 這個都好是準一回事 好 不過我們今天就稍微來跟大家談談說 這個Efficiency 這個東西呢 概念上比較接近福利 就是整體社會的 因為有這個市場交易而產生的福利 那談這個福利之前呢 我們要複習兩個觀念 我想這個在過去 學期前半段的時候呢 跟大家講 消費者勝於生產者勝於 我大概有跟大家提過 所以我們要先來複習這兩個概念 消費者勝於跟生產者勝於 好 大家來看到這個圖 大家都應該都有概念嘛 對不對 這個圖是什麼 這個圖是需求線 對不對 需求線 那我在談需求線的部分 有跟大家講 這個需求線呢 畫下去 假設我說 這個最後的市場價格是PSTAR 那我從PSTAR這邊畫一條線出來 跟需求線交雜這個面積呢 我說 這個東西 叫做消費者勝於 我們說這個東西叫做消費者勝於 大家應該還記得啦 這個概念是什麼概念 我們說你可以想像什麼 需求線 需求線就是在想說 OK 如果這個價格很高的時候 這個東西 這個產品如果價格很高 是P1的時候呢 P1的時候呢 可能 只好一點點人在買 那隨著價格降低 就會買的人 就會越來越多 所以你就可以去想像說 那幾個價格很高 他就會買的人 如果最後這個市場 價格之後 PSTAR 那他買到這個東西 他會不會很爽 會很爽 對不對 我那時候就講說 想像你說 比如說你同學要去買雞排 他今天超級想吃雞排 一百塊他很願意買 結果他最後 因為他買已經 撈半天撈到一個雞排五十塊 超爽的 他懷疑跟你一直講 我今天要吃雞排 雞排只有五十塊很便宜 他會有那種奇怪的爽感 對不對 我們把那種爽感呢 把整個市場爽感加起來 我們就說 這個就叫做消費者勝 這個就叫消費者勝 有一堆人 本來他是要一百塊兩百塊 買這個雞排 最後他用五十塊買 他買到他就會超爽的 那當然有天有只是七八十塊 最後他還是用五十塊買到 那他也就有點爽感 他把這個東西全部加起來 這個東西就是 叫消費者勝 記得啦 我們那時候有講過這個東西 那同樣的概念呢 我們也可以來談 生產方 生產方 我們說生產方 如果我這個供給線畫上去 假設最後市場均能價格是BSTAR 然後畫下來 底下這塊面積呢 我說這個就叫做生產者剩餘 或是銷售者的剩餘 Seller surplus 生產者或是銷售者的剩餘 Seller surplus 那你說Seller surplus 有沒有像消費者勝 有像我剛剛講的那個後面那個意涵 其實也是有的 供給線 他背後是什麼東西 他背後是邊際成本線 對不對 供給線的背後是邊際成本線 所以你可以想像 如果對某一間廠商來說 供給線就是邊際成本線 對不對 因為我們那時候有講嗎 給定不同的價格 你會供應不同一樣的東西 是剛好 Follow你P等MC的這個法則來的 對不對 所以你價格低的時候 FollowP等MC 價格高的時候 FollowP等MC 一直畫下去 供給線後面就是邊際成本線 這個我們上課有講 對不對 大家考試被我這樣考過 是也很清楚這個概念 好 但是有個東西我那時候沒有說 你把邊際成本線 你把邊際成本線 這個涉及到微積分的概念 大家知道就好 因為你們還需要積分 如果是你科了來 可能學過積分 所以不然 如果你沒有學過積分 你下學期 你再回想這個概念可能就會清楚 邊際成本線 假設說我們有一個 邊際成本線 漲OK 漲這個樣子 邊際成本線 邊際成本線 如果說今天價格是P的話呢 他供應的量是P等MC 對不對 供應的最適合量是Q 假設我P是P1 供應的量是QQ1 好 邊際成本線 底下這塊面積呢 是什麼東西呢 他就是總變動成本 邊際成本線 底下這塊面積就是總變動成本 怎麼來的 這跟積分有點關係 邊際成本線呢 從0到Q1之間做積分 做出來的就是這塊面積 那邊際成本線是什麼呢 總變動成本做微分 等於邊際成本 所以邊際成本 再做積分 就會等於是倒回去 微分是 總變動成本變成變際成本 積分呢 就是把邊際成本 再變為總變動成本 所以 0到Q1這邊 0到Q1呢 底下這塊的面積呢 你做積分就會是總變動成本 這個東西觀念可能比較難 大家知道這個事情就好 下學期你們上微積分的課 講積分的時候 你們就會很辛苦這個事情 你們就很辛苦這個事情 不過你看先記在腦海裡面 P等於MC 講這個價格是P1 P等於MC 就要點字是Q1 交起來 從0到Q1做積分 從0到Q1做積分呢 對邊際成本做積分 就會是底下這塊面積 那底下這塊面積呢 做積分就會是PVC 就會是TVC 所以你就可以從這個裡面 得到什麼概念 這塊長方形是什麼 P乘以Q嘛 對不對 P乘以Q在減掉TVC 請問會得到什麼東西 利潤加總固定成本 對不對 利潤加總固定成本 所以 這塊紅色的面積呢 其實就是利潤加總固定成本 就是利潤加總固定成本 所以 同樣的Seller Surplus呢 我也會有一個類似那種 Consumer Surplus Consumer Surplus 後面的概念是什麼 你那個消費者額外得到的效用 額外得到效用 額外得到爽感 那Seller Surplus呢 也是供給方 額外得到爽感 那額外得到爽感 是用錢來計算 對不對 P乘以Q減掉 它剩下這個東西 叫固定總變動成本 所以這個東西呢 就會是等於它的利潤 再加上總固定成本 它的利潤 加上總固定成本 這個是我們用短期來看 所以有總固定成本的這件事情 短期來看 好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可以找到這個東西 這個你們在高中的課 我相信在你們什麼公平社會之類的課 就會講到這個所謂經濟盛餘 經濟盛餘 大多數的時候你們在高中可能沒有講得那麼清楚 那我今天就把它很清楚的講 它就是從消費者剩下 生產者剩餘出來的 所以就可以看得到 如果當我的價格是QSTAR的時候呢 均存數量是QSTAR 你就會得到上面這塊呢 三角形是消費者剩餘 底下這塊叫做 銷售者或是生產者剩餘量 兩塊加錢呢 我們就會說 這個叫做什麼 Economy 經濟盛餘 surface 就叫經濟盛餘 經濟盛餘 那通常呢 也會叫它 經濟效率 都會叫它經濟效率 Efficiency 所以我說 這個Efficiency這個概念呢 它其實比較 比較 不是像我們台灣 中文語境下所講的這個效率 這個什麼 中文講的叫什麼 很快把事情做完之類的這種感覺 不是 在這裡面的Efficiency 經濟的這個效率呢 它的意思其實比較接近是說 整體社會的福利 整體社會的福利 通過因為市場交易呢 而產生的這個社會的福利 而產生這個社會的福利 那 我們考試的時候呢 可能就會考 叫我們算這個東西 算這個上面 我猜大家在 高中公民社會 可能也考過類似這種題目 叫你們去算這個東西 然後去跟你說 如果 沒有什麼 各式各樣的管制來的時候呢 這個經濟盛餘會 會減少還是增加之類的 然後可能會考這個事情 總統會考這個事情 好 不過呢 如果呢 你的這個經濟剩餘呢 Efficiency Efficiency 這個經濟的效率 如果你是用這個方式來理解的話呢 就會比較顯得出淺 考試的時候 一般就說 這個就講就是整體市場 因為有交易產生的福利 這個福利呢 整體的福利叫做Efficiency 如果你這樣來理解 Find 可是比較粗淺 我們接下來來談談說 這個Efficiency 這個它背後 整個 當初他們討論這個事情 後面的意涵之前 我們就來討論這個東西 比較深刻來談這個問題 要談Efficiency 你就會談到一個概念 這個概念叫做 Collectal Optim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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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東西 這個叫做 帕列圖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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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tal Optimality 這個東西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概念出來 Platal Optimality 這個概念 其他在討論這個事情的時候 他們其實在討論說 我一個身為一個政府 我做的政策 怎麼樣才是對人民最好的 當初整個討論是從這個地方出來的 也就是這個是非常古典的討論 19世紀的時候 人家會想說 好 我身為一個政府 我要重新一些政策 那這個政策要福國利盟 那我怎麼樣的政策呢 會是福國利盟的 那當然是非常古典的討論 因為現在經濟學家 已經不會假設政府做事 一定會福國利盟 這個我們 之後可能我們再講 政府之後 我們會跟你很深刻來談這個問題 我要先跟大家講 大家可能過去在 從 Maybe從國小就開始學這個東西 國小國中高中 從頭到尾都會有 扯到尾 至少我們以前是這個樣子 都會講大有為的政府 政府總是 人心慈善 然後對什麼 做事一定對國民有利 然後講一講還會 還會鵝爛些人 然後比如像我們那時候 就鵝爛講功 然後 為國為民 還會看情於兒子 往上游 從腳就發奮 補強之類的 然後就會講這種東西 然後可能呢 接下來就開始扯一些人 比如像他會扯什麼 孫韻璇這種東西 孫韻璇 或好這個 為國為民 對社會 多好多好 台灣市場 台灣經濟經濟 這些人 交幹勤勞 就會講這些東西 之後就會設成你的 給你有個mindset 就想說 政府就是扶國立 民大有為的 政府為您為國之類的 然後 那我會跟你說 那個 我會跟你說 現實社會政府 絕對不是長這個樣子 現實社會不會長這個樣子 然後 根據經濟時的整個討論 過去的政府 從來也不是這個樣子 政府哪會扶國立 你在逃小的 在給的 政府不會這樣 政府 經濟學家講說人是理性之力 政府是由人來組成 他一樣也是理性之力 他一樣只會看他自己 所以 如果你說政府要扶國立 你就要把他的利益 跟國家的利益 把它弄在一起 他才會扶國立 如果第一次相悲的時候 就不會有這個事情 那個東西等到我們在談 政府的角度的時候 我們會在談這個問題 可是呢 在19世紀的時候 一些古典的討論 會有一些價值的判斷 那他們當然知道說 這個政府不見得是扶國立 可能他們希望政府是扶國立 他希望政府做 做那個什麼 對國家 對民眾好的政策 所以他就會有這個討論 討論說呢 哪些政策 會是對民眾有利的 我們應該實施哪些政策 才是比較好的 才是比較好的 那現在就有一個討論 你一般政策實行呢 什麼是對民眾好的 你就要想說政策實行下去呢 對民眾的利益會有哪些衝突 會造成哪些衝擊 哪些衝擊 所以通常一般是這個樣子 一般是這個樣子 來這個我們現在要講的是那個 背後的想法 我把它寫下來 他們就是說呢 一開始呢 他就太討論關於政策施行 這個政府施行政策應該要扶國立民 那扶國立民的話 你就會在想說 那一般政策施行呢 一定會牽扯到人民的利益 那怎麼樣呢 才是會對整個國家 都對整個人民最好的 整個國家都對人民最好的 好 那你就會在想說 政策施行會涉及到人民的利益 所以他會有兩種型態 兩種型態 什麼情況呢 是第一個 他會涉及到民眾之間的利益分配 好 第一種情況會涉及到民眾之間的利益分配 什麼意思 比如像房屋拆遷就是這個例子 對不對 房屋拆遷就是這個例子 我今天 覺得這一塊地方 要蓋條馬路過去 要蓋條馬路過去 那我說呢 蓋這條馬路過去呢 會有利於整個大多數的人 有利於大多數的人 可以搭到走那條馬路 可是這條馬路呢 剛好是某人的地 怎麼辦 我就要跟他徵收 我就要跟他徵收 有些說徵收有付錢 有些說徵收沒付錢 沒付錢就是叫他資源奉獻出來 那這個就涉及到民眾之間的利益分配 有這塊計程 他就要把他的地 交出來給整個其他人 然後蓋條馬路 所以這個就涉及到利益分配 那如果更隨小的事情 他有房子在上面 那你就把他的房子拆掉 他的房子要被拆掉 所以這個就涉及到民眾之間的利益分配 那通常情況就是說 OK好啦 那個 這個東西對大多數人有利 所以就請你 擋帶一些 擋帶 有些時候就付給你錢 可是這個錢要怎麼付 付多還是付少 有些人說我也跟你付錢 可是就付你一千塊錢 房子就被拆掉了 這個就涉及到民眾之間的利益分配 有些人說不止馬路啊 有些人說還涉及到說 我要蓋工業區 我說這個工業區 有助理經濟發展 會帶來就業 就把你的房子拆了 這個就涉及民眾的利益分配 把你的房子拆了 然後來蓋工業區 那工業區呢 就是說促進就會對整個地方有利 那到底是不是這樣 其實你有時候也不知道 其實聽到時候也不知道 到了拆了 最後就變成在炒房 就像苗栗的祖南大棟那個樣子 最後在炒房 結果炒到後來 其實這些炒房現在也都死得很慘 因為現在房價在下面 那有些時候呢 就算真的蓋工業區了 有利的可能是有利到其他的財團 然後也不是有利到一般人 也不是有利到地方經濟 所以這個就很複雜 好 那這個呢 就是涉及到民眾之間的利益分配 這是第一種形態的 那第二種形態呢 就是創造新的利益 創造新的利益 創造新的利益 憑空 創造新的利益 而不損及過去 而不損及其他人 創造新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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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再回到剛剛那個A項 A項那個呢 因為涉及到民眾之間的利益分配的時候呢 就會有很多複雜討論 就會有很多複雜討論 就像我剛剛講的 什麼叫涉及民眾利益 特別像 我現在拆 我把你的房子拆掉了 說真的要蓋工業區啊 那蓋工業區的話 對大多數人有利 假設真的是 對大多數人有利好了 不是最後拿來炒房 不是最後拿來蓋工業區 然後賺錢是大老闆 而是真的促進就業 然後帶動 整個地方經濟繁榮 可是如果是這個樣的話 利益從假儀到儀 你一樣要找個理由 去正當化這些事情啊 對不對 憑什麼說要你來犧牲 然後造福大多數人 可能你如果是那個大多數的人的時候呢 大家都會說啊 對啦 所以就叫你犧牲了 可是問題來 如果今天是你犧牲了 如果今天是你犧牲了 比如像說垃圾野埋場 蓋人家旁邊 垃圾野埋場蓋下去以後 這個對整個社會有利啊 可是你家就在垃圾場旁邊 地價就會下節 每天就會很瘦 那如果我叫你犧牲你要不要 就會碰到這個問題 那就來很複雜 對不對 憑什麼你一個人要犧牲 然後造福大多數人 你可能說 OK 好吧 就投票網投票出來啊 大家都覺得就是你啊 你隨小啊 你是西邊啊 所以你就是你導演啊 對不對 西邊也是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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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OK的 給太多錢就是說 你是四字大概頭 給太多錢呢 那就是損害你的人權 所以如果涉及到財富或利益 從假儀到儀的時候呢 就會有這種問題 你就要找些理由 那其中就會牽涉到一個討論 這個討論就公平 什麼叫做公平 如果今天是叫西邊犧牲 然後把利益移給大多數人 這個顯然大家都會 這個顯然呢 大家就會 就會覺得說 這很像不大對 因為西邊是弱勢 就是叫弱勢犧牲 來造福大多數 那可是問題來了 不能叫西邊犧牲 那我們叫那個戲劇會長犧牲 好了 我們叫戲劇會長來犧牲 或者說 叫這個最有錢的人來犧牲 最有錢的人來犧牲 就是說 你是有錢的人 你已經過得很爽 你就應該要把錢拿出來 這個部分呢 可能大多數人覺得 這個聽起來很像是fine 聽起來很fine 那有錢盤 你已經很有錢了 叫你拿出來 你貢獻社會 這不為貨 不為貨 那 可是呢 最有錢的人 他一下你會這樣講 我這個有錢是怎樣 我這個是過去努力來的 我過去打聽努力來 審吃減用過來的 那些平常 那些其他人呢 他之所以現在 沒有那麼有錢 是因為他以前都揮霍亂花錢 那我審吃減用 結果結果我還是要把錢拿給那個揮霍的人 那他一下子就覺得很怪 而且還會有什麼 還會有一個事情就是說 所以你就是講 你就是懲罰那個過去二十年 審吃減用的嘛 那當然現在台灣很多人都為夫婦人 所以他不會這樣想 可是如果真的有錢 有些有錢人 然後帶某些鄉村地區 有些有錢人 他過去二三十年來省吃減用 然後旁邊那些窮人 是每天都在吃喝嫖毒 結果最後他變窮人 你變有錢人 然後政府就說 因為你是有錢 所以拿點錢出來救濟這些窮人 你就覺得困難 因為現在以前吃喝嫖毒救我 現在存錢結果我要救濟他 所以這也會有問題 對不對 所以當討論到這個時候 你就會涉及到公平的討論 就會涉及到公平的討論 然後你還會涉及到公平討論的時候 你有些時候還會討論到說 OK 如果你講的是說 我們不要討論公平 我們討論說 怎麼樣做最整體社會的福利最好 什麼叫整體社會福利 所有人的效用 假設都可以比較 全部都把它加重起來 把它加重起來 我們要求這個福利最好的那個情況 我們要求這個福利最好的情況 可以讓這種福利最好的情況 可是你一樣會涉及到一個問題 哪有人這些效用為什麼可以加重 我的效用加你的效用 我的聳度跟你的聳度一不一樣 有錢人的聳度跟窮人的聳度一不一樣 西街跟西街會長的聳度一不一樣 你不知道這件事情 效用不上能不能加重嗎 對不對 所以我要跟你說的是什麼呢 這個事情就非常的複雜 那經濟學家比較難做 我就覺得 哇這太好嗎 這我不會不會 不會要科讀 這個東西對我來說太難了 然後 教給你念哲學的人去討論 教給你念哲學的考論理學的人去討論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來討論比較簡單的問題 這個問題是什麼呢 有沒有可能有一種正正是這個樣子 它不涉及利益分配 它直接創造新的利益 直接創造新的利益 那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先做這個東西 所以經濟學家呢 基本上就閃貨第一個問題 他就先從第二個 就先從第二個 那有沒有可能 有一些正正是 憑空創造新的利益 而不損害其他人的東西呢 如果有的話 我們就先做這個事情 我們就先做這個事情 那這個概念就開始跟這個 parietal opportunity 有點關係 有點關係 所以我把它寫下來 創造新的利益 他就說 經濟學家就覺得說 這個A太麻煩了 我不要想這個問題 我直接想B 與其你先在那邊炒說 那個錢要怎麼分 我先這樣想說 不然這樣好 我們先來新利 先來看看 能不能創造大多數的利益出來 所以呢 他就這樣子說 就從這點出發 這個事情是這樣子 有沒有可能有這種東西 有無可能 先追求這件事情 那這件事情是什麼呢 創造新的利益 我們的說法就是這樣子 使某些人利益增加 那當然某些人可能 包括是全部人 那大家有些時候是某些人 某些人利益增加 利益增加 增加 卻不損害其他人 其他人 有沒有可能有這種東西 我們先不討論有沒有可能 我們等一下再來討論 我們先來說呢 這件事情跟 platform optimality 有沒有關係 這件事情跟 optimality的關係 是這樣子 如果說 如果有此類政策呢 若有此類 此類政策 此類的政策 我們再討論 這個問題 好 我們就先執行這個東西 直到呢 所有的這些事情都做完了 所有此類的政策做完了 我們再討那個A的問題 所以所有此類的政策呢 這些事情都做完了 都做完了 做完了 再来讨论公平的问题 好 那如果所有此类政策都做完了 这些东西就叫做 若有此类政策 先执行 直到所有此类政策都做完了 这个境界就叫做 所以这个就是经济学家在讲的 关于经济效率的概念 关于经济效率的概念 这个事情就叫做 我再拔起来 政策的施行 政策 施行 与达 专业的术语是这样子 以达字 无法 无法再 涂利任何群众 或是无法再增加任何群众利益 增加任何群众 而不损及他人的情境 这个呢 就叫做 这个就是经济效率 我们在讲经济效率的目标 就是这个事情 这个就是经济效率的目标 所以这个概念呢 可能对大家来说会稍微 就是复杂一点 或者说也不是复杂 就是比较熬口 就是说 很像没有那么直观 很像没有那么直观 可是你可以想想看 当初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时候呢 郑小平曾经喊出口 就是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 就是类似这种想法 就是说 我到讨论一段是公平的问题 在政府里面的一直在讨论一些 大家财富之间分配来分配去 那这个太复杂了 我后来就说 我们先不要管这个 我们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吧 如果我们有这种政策 我们就先做这个东西 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 反正你富起来都不会损到 在其他人的利益 如果所有人都富起来了 或者说 我所有这种可以新利的 可以新利的 可以新利可以创造新的利益 我再创造新的利益 不然都不会损到其他人 所有这些东西都做完了 达到这个境界之后呢 我们就说这个叫做 这个就是五所谓的经济效益的目标 你在吵说 要怎么才会从分配来 要干嘛干嘛 这个太麻烦太复杂了 我们就说先把这个事情 全部都做完 做完后再来说 这个就是经济效益的目标 这个就是经济效益的目标 那如果有这一类的政策呢 在做的时候呢 做这些政策是 只有使某些的利益增加 可是却不损害其他人 这个东西呢 还有个专有名词 这件事情就叫它做 Plator Improvement Plator Improvement 这件事情就叫做 这只是就叫做 Plator Improvement 这件事情就叫做 Plator Improvement P-A-R-E-T-O 后面是改善的这个字 Improve I-N-P-R-O-V-N-E-N-E 这件事情就叫做 Plator Improvement Plator Improvement 可以理解了 这个概念呢 是比较稍微偶一点 转了几个弯 所以经济效益的目标呢 就是说 通常经济学家在讲说 比较少谈公平的问题 其他公平是起来有致 因为他有点就是说 这个公平问题 这不是我的专业 我不是很善良的谈这个问题 可是我们现在谈说 各种心理的政策 有没有各种心理 这种各种 Plator Improvement 可能我是否建议利益增加 却不损害到其他人 如果有这种东西 我就来先做这个事情 就是这个东西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讨论 因为我现在想这个东西 可能相对来说还是很抽象 使某些人利益增加 却不损害其他人 你可以理解这是什么事情吗 有没有这种政策 有没有实际上有这种东西 能够让你更清楚的理解 说什么叫做 Plator Improvement 实务上有没有可能有这种东西 来大家有没有想法 有没有可能是这种 这是我弱势型的 是使某些利益增加 大家却不损害到其他人 有没有这种东西 有没有这种东西 经理学家只是随便乱讲的嘛 还是说真的有这种政策 好 有没有有 有没有 idea 来我跟你说有哪些 idea 也是类似这种 类似这种 其实很多很多政策 都是这种东西 好 举例 有没有可能有这种东西 Plator Improvement 例子 好 有没有 来 第一个 现在我们要推行一个东西 最近很热门的事情 就是这种Plator Improvement 法律上承认同志婚姻 同意同志婚姻 这个事情就是Plator Improvement 什么叫做同志婚姻 大家应该知道了 大家应该知道嘛 同志婚姻就是 Gay Couple 或是Lesbian Couple 男童或女童 你在法律上承认 他有结婚的权益 那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说 重不重要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法律上承认 我其实不能够讲同意 我比较基本的用法是 法律上承认 法律上承认 因为其实关键在这里 关键在法律上承认 也就是说有些人 有些婚姻的样态 不是异性恋性质的 男配女 是男配男或女配女 这种东西 那过去呢 法律上不承认的话 就会遍临到一种问题 也就是说呢 他们可能是Gay Couple 就是男童 男童结婚了 在一起 可能是法律上不承认 那法律上不承认 他就会延伸到某些问题 什么问题呢 比如像说财产的问题 财产继承的问题 这个问题 你讲说结婚 结婚为什么法律上要承认 结婚 大家现在还没有结到婚 所以还知道 结婚里面会延伸出很多 那个相对的权利义务的问题 比如像说财产继承问题 财产继承问题 比如像过去有些例子这个样子 男童结婚了 生活在一起一辈子 结果呢 可能财产都挂在某一个人身上 因为他们也不是夫妻嘛 没有办法共同财产 没有办法共同财产 那房子买了 好吧 那就挂在其中一个人身上 那就一个人就过世了 那个人过世了 过世了以后呢 因为他跟另外他的couple呢 没有伴侣 没有法律上不承认 他们是一起嘛 对不对 所以他过世以后呢 他也没有小孩of course 然后结果呢 接下来法定的继承 可能不是他的老婆 不是他的伴侣 我应该当的 不是他的伴侣是谁 是他的什么兄弟姐妹之类的 所以兄弟姐妹就来了 他就说 这房子我什么兄弟姐妹过世了 所以这房子 依法律上来说应该是我 我来继承 结果跟他相处30年的那个人呢 因为他法律上 没有任何的权利对那个房子 他就被赶出家门 就会被赶出家门 这个事情你相信 那就很悲惨 对不对 他在一起三四十年 结果 那个另一半死掉 死掉后就会被赶出家门 这就很悲惨的一件事情 这就很悲惨的一件事情 那或是说 或者说那个 过去有个经验是 比如像法律同意书 签法律同意书也是这个样的 对不起不是 签手术同意书也是这个样的 签手术同意书 比如像生活在一起三十年四十年了 就有另一方面要去禁手术 禁手术的时候 他已经昏迷了嘛 所以不能签手术同意书 那要有要来签 那谁来签 你就找不到别人来签 问题是他的伴侣就在旁边 可是他不能签 因为他不是伴侣官 他们就是法律上不承认说他是他的伴侣 你知道我意思吗 相处三十年四十年 他就另一半去禁手术了 那签的人是来陆不明的来签 就有这种问题 就有这种问题 所以这个就非常的麻烦 我觉得非常麻烦 就是说 这个是人家会喜欢男的 或是不是这样 就是说喜欢同意书 很像也不是他怨疑 他就这个样子 他就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他可能在财产继承上 手术同意书 这边就会有一些这种问题 就有这种问题 所以如果你法律承认的话呢 他们的福利就会大幅改善 他们的福利就会大幅改善 比如说这种继承的问题 像我刚刚讲的财产的这种问题 或是签手术同意书 这会大幅改善 好那他有没有会损害其他的利益 有没有损害其他的利益 不会 或者说这种情况就像是这样子 那个什么 你肥宅判 那个班上的两个男女在一起 他会不会损到你的利益 可能会啦 去死去死团啦 可是你现在其实没有道理 你自己也去找一个就好了 你不能嫉妒人家 不能嫉妒人家 这是七宗罪之一 这七宗罪之一 神经上的七宗罪 你不能嫉妒人家 那个肥宅自己抓 找不到女朋友 白色那些看起来很稀歪的人 把那个正妹出去玩 每天都超不爽的 你不能嫉妒他啦 你不能嫉妒他 所以你会不会损到其他的利益 其实香港好像不会 香港不会啊 人家结婚干你屁事 你要去 你要去 你嫉妒人家 这个就是犯了七宗罪 不过通常这些 觉得会损到他的利益 他都不会觉得他犯了 基督这一条 他觉得说 我是神的子民之类的 怪怪的 然后那个是七宗罪的基督这一条 然后你犯了这一条 结果你在那边说 这个同志婚姻是有有为神学之类的 然后 anyway 理论上来说是不会损到他的利益 那当然有些人基于神学 讲说他们可能还有其他的观点 就觉得说 诶 这个东西呢 婚姻这件事情呢 会破坏我们宗教的体系 哇啦哇啦这些东西 因为是这个样子 我记得我以前在美国的时候 有的人在讨论这个事情 就是说结婚这个东西 他其实是有一些神学上的意涵 他其实是有神学这个意涵 所以有人就说 同志婚姻的话 会破坏这个神学体系这件事情 会破坏神学这个体系这个东西 因为结婚这个东西 有一些神学上的意涵 那所以后来就有人讨论 就是说 好吧 反正同志婚姻的重点是 取得法律上承认 那个关于台产继承手术 同意出的这些问题 那我就不要用这个tum就好 我就换别的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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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国外有一种搞法 就是说 好我就是有新的说明示结论制度 你如果觉得说 揮这个字呢 是神圣的字眼 在神学上有特殊的意涵 就要说 你不能随便乱念阿弥陀佛的意思 有点就是这样子 你不能再上厕所都喊阿弥陀佛 然后蹲着大佛出来 就阿弥陀佛 顿上脚就卸佛 好啦 那你觉得说同志婚姻会卸佛神 那好啊 我就不要这个tum 反正撑跟阿弥陀佛一样 我就换个tum 那国外有一些搞法 就是把它弄成说 OK反正重点是这个法律上承认 所以他们就有一些民事结合制度 就有那种民事结合制度 就是说 我可能就换个tum就好了 我就换个tum就好了 那我一样保障你所有的婚姻 伴侣这些的权利 只是说我先就不用结婚这个tum 即便说结婚这个tum 你说结婚这个tum有神圣意义 那我就换个tum 反正这个结婚跟阿弥陀佛一样 就不要理他就换别人 所以这个也是一种搞法 这种也是一种搞法 那就回避到这个问题 那当然有些人就觉得说 不行我就要这个tum 那要这个tum的话 那就是涉及到神学上的一些讨论 就涉及到神学上的一些讨论 那我去觉得他对这个就不是很内行 不是很内行 可是我只知道说 教宗说 那个同性恋这件事情 跟你在看你的底朝那个片是一样的 这个罪是一样的 至少比其中罪比起来没有那么严重 其中罪嫉妒这条是比较重的 他就这个搞不好出来 讲说神圣性质的人 每天回家也是把他低朝拿出来看 那其实是 其实他也没什么道理骂人 这是教宗的说法 教宗教宗都已经这么说了 所以其他那些乱讲一通 他可能就是异端 没比他们不承讨他们几十一端 Anyway 同志婚姻 同志婚姻呢 他就是一种Tilateral Improvement 对不对 你法律上承认这个东西 对Gay couple Lesbian couple 来说 他们就会有 福利上就会有大幅的改善 那可是对于那些 他会不会损到其他人 他其实严格来说是不会 那可能有些人觉得会挑战到他们的神学的体秩或信仰 那Mayby就换个Til Mayby就换 那有些国家他们就真的就换个Til 用民事结合制度 民事结合制度 他就换个Til 不过在台湾的这些人 那个 那个圣经本没有毒手 所以 他这个也都在反对 那有些奇怪怪的论理 我就觉得蛮奇怪 人家结婚干你批事 那可能比较像肥宅 那你看人家的法面 心情不爽 那你乱犯 犯了气 记住这条罪 好 所以同意同志婚姻 这个东西呢 是一种Piletal Improvement 那还有没有其他种呢 还有没有其他类型的Piletal Improvement 来 田海造物算不算Piletal Improvement 田海造物它会不会损到其他人的利益 可能会 可能不会 以前大家觉得是 觉得是 觉得是不会 可是现在可能觉得会 为什么会 因为你可能填这块土出来 把这个海填掉 那个潮流会把另外一个村落的地基给侵蚀掉 所以要仔细判断这个事情 就是说有些时候会 如果你填下去呢 然后不会改变到海流 不会侵蚀掉新的路快 那可能就不会 可是如果会侵蚀掉的话 可能就会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有些时候 有些时候田海造物是这个样子 有些时候田海造物是说 比如到说 其实你去这边 这个海供 海供汉具有在讲这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你本来是海汉潜是这个样子 那如果你填一块陆地出来 那海流可能就会改变 那可能他就会把这个地方 他可能就变成是把这块给挖掉 所以可能会有这种问题 可是如果你没有这种问题 他可能就是一种 带脱预复 可能就是一种 带脱预复 还有没有其他种 我来做个讨论 某些情况上 比如像开放 某些商品交易 某些 商品交易 可能就是这种 带脱预复 开放某些商品交易 开放某些商品交易 可能就是 带脱预复 来我们现在讨论什么 讨论哪种 哪些商品有可能这种特性 来我们来说说看 来性交易 来性交易 这个是人类 最原始的一种交易 性交易 最原始的一种交易之一 来开放性交易 你觉得会不会是 带脱预复 我相信大家在高中 从高中的时候 过去打辩论三个 都打过这个 打过这个题目吧 前几年 台湾在吵那个 开放新 是不是说开放新交易的时候 应该很多高中 打辩论三个 都打过这个题目吧 叶子惟 干嘛 叶子惟 叶子惟 不知道再来 你怎么打过这个题目 开放新交易 有打过这个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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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那你来说说看 你觉得这个东西 会不会是 带脱预复 有人说可能会有疾病的问题 这个是捉复 捉复 我们就把它写下来 来 来有没有要发言的 好 有没有要 有没有要讨论这个东西 好 来 开放新交易是不是合理 他有哪些benefit的 跟哪些说费的 你支持或反对 有没有要发言的 不开放还是有 不开放还是有 所以你觉得应该要开放 开不开放没有差 所以你说的是不开放还是有 所以这就导致说 你这个题目呢 你这个回答的牵扯到这个 所谓开放性交易这个问题呢 其实它牵扯到两个层面 牵扯到两个层面 两个层面 或者说性交易是否开放 是否开放 其实牵扯到两个层面 第一个东西呢 第一个 第一个层面是 开放或禁止的问题 开放或禁止的问题 那第二个层面呢 是 那个法律是否保障 此内交易 法律是否保障此内交易 所以刚同学有说 说如果我就算禁止的话呢 法律上 就是说实际上还是会有这个交易 只是说呢 他就转入地下 那这个层次呢 就是说 性交易是不是开放 这件事情 本身它其实涉及到两个层次 一个层次说 我是开放还是禁止 有可能是说 你今天说我不禁止你 可是我法律不保障 所以就变成说 你等于说我法律不保障 你还是会有啦 只是说你到时候出现什么事情 我就不处理就是了 我就不处理这个就是了 所以很多人就说 很有可能你就算是 法律上不保障了 你还是会有这个东西 大家清楚清楚 我这边的 argument 我这边请的我两个层次 第一个是说 你要不要禁止他 什么意思 有人性交易 你就去把他抓来 然后把他钱抓去管 这是禁止的 第二个层次是 OK 你要去搞这种事情 谁借你 我不理你 可是呢 我法律上不保障 什么意思 有人白条的时候 那我法律就不处理这个事情 我法律就不处理 反正这个就像毒品交易 毒品交易通常都是黑赤黑 你被人家 你在买卖中出现了什么纠纷 法律通常也不会处理 比如像你买大麻 陈述不足 多付钱少付钱 你听过警察抓这个事情 没有在抓这个事情 没有在处理这个事情 通常就是黑到自己解决 所以 你去那个 哪里 这个高雄在哪 市政府后面 以前就市政府后面 在高雄火车站台一旦 雄龙学生都有经验 晚上出去就会碰到人 那少年 他被送的 就会碰到这种东西 你去那个高雄火车站台 你碰到这种东西 如果人家跟你说 人家跟你说 这个笑脸的 这个是年轻的正妹 他就一进去出来 发现是50岁的 欧巴桑 那个你也没有办法跟他说 你诈欺 所以你应该要还我钱 你刚才讲 诈欺还我钱 就会被黑到脱去揍住 所以 法律不保障这个东西 你不能说 你诈欺 你骗我是20岁 就来的 因为是60岁的 欧巴桑 欧巴桑就当场就变瓦格 他那个法律上就不保障 你也不能说他人家诈欺 你说他诈欺 警察会黑到会中 法律上不保障 好 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问题 来大家有没有什么看法 这个东西要不要开放 他有什么优点 或什么缺点 有没有人要发言 或是觉得不好意思 拍摄以后 有没有 都没有 好 没关系 刚刚大家已经有谈了几个 点啊 我们我们继续把他阐述完 我们就把他搅换 这个性交易开放是不是合理 他会不会是一种 Preditor Improvement 来我们来说说看 他的benefit 是什么 他的benefit 是什么 如果你今天把他看作是交易的话呢 你想想看 回到我们刚刚讲的 economic surplus 如果你把他今天看作 性交易是个市场 他有需求线 也有供给线 交易发生之后 他就会产生经济盛 对不对 所以如果交易没有发生的时候呢 是什么意思 这一块就不见 这一块就不见 你就没有这一块东西 所以如果说他今天 你开放他这个交易出来的话呢 本来没有这一块的呢 那这一块利益就会跑出来 这块就利益就会跑出来 利益就会跑出来 所以呢 他的benefit呢 我把它写下来 这一点就是什么呢 有人想要爽 有人想要赚钱 有人想爽 有人想要赚钱 有人想爽 有人想要赚钱啊 有人想爽 有人想要赚钱啊 那有人想爽 你是什麼樣子 你會旁邊你的男同學 那些處男朋友 他們就會跟你講這個事情 當然就會很爽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其實你要更深刻想這個問題 那個呢 之前有個台灣有個重要的女權運動者 這個人叫做施濟青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人 施濟青因為已經化點了 施濟青 以前是建宗的老師 他就對這個有人想要爽這件事情 有一些深刻的闡釋 他就說什麼呢 他就說 你不要想說 今天想要去統治新教育 那些看起來二三十歲的年輕男生 經歷旺盛 我跟你講他都不是這種人 他說真正想要爽的很多人是什麼 很多人是官夫跟寡婦 他就說人都有這種需求 你說那些官夫就是老婆使教 或是說那種老兵 其實去看一個叫做那個什麼 那個叫做那個管什麼的 那個常在部落格寫一些 那個過去國民黨統治時期 台灣一些奇怪怪現象的一個人 管什麼 他就講說台灣 比如說早年國民黨政府 帶軍隊來的時候就很多老兵 那這些老兵都是 全部都是單身 基本上有這個需求 他就談說很多人生非常奇奇怪怪的多元成家的人 可能說人家奇奇怪怪 就顯得說很多奇奇怪怪的那個現象 比如像四五個男人共用一個老婆 像這種事情 像這種事情 那 那 他就說 通常 人都有需求啊 最需要這種需求 你不要想這二三十歲 他就想說第一個比較重 官夫 他就講說像這些 這些那些 老歐啊 那時候他就舉 他就他就講說像那些 以前是國民黨軍隊過來 所以國民黨過來的那些老的那個軍人農民 那五六十歲都沒有結婚 像他們這種就有需求 他們還是真正那個需求很大 那第二個呢 第二個就是寡婦 官夫寡婦 他就說你不要想說寡婦沒有需求啊 五六十歲了老公都過世了 那個也會有需求 那如果你沒有 你沒有開放這個東西的話 那這些人怎麼辦 寡婦就很可憐 那官夫呢 就會有這些奇怪的現象 就有些奇怪的現象 他可能就出去那邊犯案 那第三種 大家就比較熟 第三種就是肥宅 對不對 這種就肥宅 你不要看他三十十歲 你長三十年 你長三十五年這種東西 他就肥宅 肥宅 那肥宅他 你就看他 眼睛都快 眼睛都快脫瘡了 每天都知道 我看自己的第一次 我看到眼睛都快脫瘡了 那他就有這個需求啊 對不對 那他很有可能 你跟他說 叫這些肥宅三十歲 你長三十年 那你就帶他出去 你跟他說 搞一次一萬塊兩萬塊 他大概都會出 對不對 如果他今天有市場交易 一次找到三千塊 那他就會出 就會有爽感 所以這就是什麼 消費者聖母 他就有消費者聖母出來 對不對 他願意花兩萬塊 上半塊去過處 你有這個交易三千塊 就解決了 那他就突然就跟你講 今天這樣超爽的 對不對 有一堆消費者聖母出來 對 有一堆消費者聖母出來 所以 有人想要爽 有人想要賺錢 然後利益就會上升 利益就會上升 利益就會上升 那 我剛剛講 司機經講說 那些官夫寡婦 那個也是一樣的情況 有些官夫寡婦 他可能會願意付很大的錢去做得利 可是你一旦有這個交易 那他可能就會 就會有消費者聖母出來 這是第一種 這是第一個好處 那第二個好處呢 是什麼呢 第二個好處是 會有專業分工的好處 有市場交易以後呢 我們第一堂課的時候 我記得有人講說 市場交易會帶來什麼 專業分工 那專業分工會帶來什麼 專業分工會帶來什麼 技術進步 對不對 專業分工會帶來技術進步 對不對 所以大家知道什麼 叫做技術進步 就有些奇怪會招式出來 這就是技術進步 這就是技術進步 所以會有技術進步 然後專業化呢 還會有什麼 多樣性的好處 多樣性的好處 你知道 我們在講五一舉片的時候 講說人要消費的時候 不能夠只消費極端 要平均的消費 就對了 所以 專業分工 有市場交易就會有什麼 多樣化的好處 所以就會有各種 招式你都可以試到 各種人都可以試到 這就是專業分工的好處 所以這是benefit 這是benefit 開放以後利益會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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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呢 剛剛同學有講到 性交易會有一些做back 這個叫做性病 這個性病這個問題是什麼呢 就經濟學的角度 你怎麼來看這個問題呢 我們在講說 開放交易的 開放某些商品的交易呢 如果是有人想爽有人賺權的話 政府其實沒有干涉的道理 開放就會有消費者送你跑出來 可是有個前提是 當你想爽跟當你想賺錢的時候呢 你不會損及到其他人的利益 不會損及到其他人的利益 不會損及到其他人的利益 這樣的情況下 政府就沒有干涉的道理 因為你開放呢 利益就會上升 可是如果會損及到其他人的利益呢 就是有人想爽有人想賺錢 可是第三者會受害 第三者就會受害 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你就要想辦法去處理 要不然第三者就會很爽 你在那邊爽 有人在賺錢 第三者就受害 所以 如果是第三者會受害的話呢 不會損及他人的利益 第三者會受害的話 那你就要想說 這個可能會有作備 那開放性交易以後呢 怎麼會損及到他人的利益 這個就是剛剛同學講的性病傳播問題 什麼意思 你老公出去外面搞 回來以後 得了性病傳播以後 老婆中標 這個就是損及他的利益 那你要不要保護老婆 覺得有啊 老婆在家不告訴我啊 莫名其妙就中標啊 那個就變成菜農 莫名其妙變菜農 所以 這個 就是會損及到他的利益 性病的傳播 這個就是 我們 我們呢 說這個呢 這個就是外戶性 這個叫外戶性問題 這個外戶性呢 我們在 過幾個禮拜後 我們會來談這個問題 如果某些市場交易呢 有人想爽 有人想賺誰 可是他會損及到其他的利益 這個時候我們就說這個叫做外戶性問題 這個時候呢 政府就必須要進來幹 幹這個東西 所以 性交易開放 第一個問題會是性病傳播 會是性病傳播 可是這個問題呢 在過去 十九十八世紀以前 是沒有辦法處理的 沒有辦法處理的 所以相對來說 大家可能說 OK 我這個東西我要 我要 我不能讓他開放 要不然帶來性病傳播 這個會 會損及到其他人的利益 整個國家的公共衛生的情況 也都會下降 可是現在可以處理 現在可以處理這個問題 比如這樣有很多種防治手段 很多種防治手段 比如這樣 有很多種防治手段 不只是打疫苗 該處理的安全措施要處理 大家都要注意 這樣這種就會 處理掉外戶性的問題 該處理的安全措施要處理 那還有沒有 其他的外戶性問題呢 有 另外一個問題呢 就是會破壞家庭制度 破壞家庭制度 或是破壞民事結合制度 為什麼會破壞家庭制度呢 這個可不是說 這個可不是我講的 說什麼你去外面性交易 然後老婆很不爽 老公很不爽 然後導致家庭失和 我講不是這個事情 我講的是另外的事情 因為性交易會有副產品 什麼副產品 除了性病以外 另外副產品是小孩 另外是小孩 另外是小孩 那小朋友跑出來呢 就會涉及到什麼呢 涉及到錢的問題 為什麼會涉及到錢的問題 這個叫財產繼承 你去外面爽床回來 然後抱一個 帶一個小朋友回來 那小朋友20年後來跟你說爸爸 然後跟你要錢 跟你要錢 所以這個財產裡面 我也要有一份 那個就非常麻煩 那個就非常麻煩 這個因為太過麻煩 所以這個就要把家庭制度 也破壞掉吧 跑出小孩來 賺到錢 那講到錢大家就會翻臉 所以這個會是桌貝殼 這個會是桌貝殼 這個會是桌貝殼 所以你可以想像 在比較古早時代的時候 這兩個都是嚴重的外負性問題 對不對 你莫名其妙去爽了爽完一次以後呢 可能幾天就 噁了一點以後 突然跑出個小寶寶出來 那這個小寶寶是無辜的啊 他就是損 你就損於到這個小寶寶的利益嘛 這個也是外負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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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也是桌貝 這也是桌貝殼 那還好沒有外負性問題 台灣現在是開放性交易的 一定要在性交易專區 那性交易專區講了很多年 為什麼很多地方 大家都覺得這個東西OK 也要設定 金交易專區 可是一直沒有設成 為什麼 因為他有個外負性問題 這個外負性問題 跟錢有關係 就是地價會下跌 性交易區會導致 性交易區會影響房價 性交易區會影響房價 影響房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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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交易區會影響房價 所以 雖然合法化呢 然後大家也說可以來幹這個事情 可是呢 大家都不喜歡 會影響房價 這個也是外負性問題 這個也是外負性問題 外負性問題 外負性問題 那還有沒有什麼桌貝殼呢 呃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我一開始 我一開始上課的時候 正學期開始上課的時候 我講了一個 關於那個市場交易的benefit 跟桌貝殼 對不對 我說市場交易會帶來哪些benefit 我說專業分工呢 會帶來這個福利的上升 我們現在講福利上升 會帶來技術進步 對不對 會帶來技術 進步 那我們也說專業分工會帶來一些問題 這個社會廣泛交易分工 我們講了幾個點 我們回來看 講說失業的問題 這個你當然可以理解 新工作者 如果年老社衰的話 如果他沒有辦法發展出新技術出來 他就會變成失業的問題 然後如果以前存存不夠 那另外一個呢 比較抽象的 這個叫做疫化 新工作者的疫化問題 疫化 那過去我們那時候在講 講這個東西的時候呢 很多同學 不太清楚疫化這個概念 那我覺得 就這個交易來說呢 你其實比較能夠清楚的理解到 什麼叫做疫化 新工作者的疫化 這些事情 我們說 我那時候說什麼叫疫化 法律師說 勞動這件事情 是要對你個人 跟你自己有關係 勞動是本身是體罪 你做什麼 勞動本身這件事情 跟你的生命是有意義的 做這件事情是 什麼 對自己的人生有點意義 好啦 那性工作者這個事情是這個樣子 你從事這件事情 如果是跟自己的男女朋友 處理 或是老公老婆 那你是不是覺得這件事情 是有意義的 你自己是有愛的 可是呢 性工作者裡面是沒有愛的這件事情 做這件事情 純粹就是工具 謀生賺錢而已 那這個就是 他講的疫化這件事情 你覺得這跟你沒有關係 你在這裡面只是為了要 謀生賺錢裡面 沒有愛這個東西 沒有愛這個東西 所以他可能是 會造成性工作者的疫化 那我記得 去年還是前年 是不是有一部片 在講那個金門軍中樂園 在金門的軍中樂園 那個831的這個樂園 然後呢 過去呢 很多人在講那個831裡面 這個軍中樂園的那個故事 在講說那些新工作者 就是說 可能是阿兵哥來 然後要花錢給他 然後就從事這個交易 那就一邊在 一邊在從事勞動 從新工作者拿報紙再看 然後還喝茶 然後還會催你快一點 那結束以後 然後再換下一個 那那個就是 你就知道他做這件事情 本身呢 跟他自己沒有關係 那這個就是 異化 這個就是異化 那所以呢 這個就是 關於性交易 是不是開放的討論 那有一種東西呢 你更可以清楚的理解說 關於這個 開放口電商品交易 會帶來一些benefit 而且還有這個 關於這個 這個異化的問題 有一個case 我們可以來提一下 開放口電商品交易 比如說 有一個是這個樣子 開放這個AV的產業 AV產業 大家知道 AV產業這個東西 在日本是很大一塊 很大的一個生意 對 AV產業是很大的生意 我之前有看過一個數據 這個數據是這個樣子 全世界的 全世界的那個 色情 色情影片的這個市場 它的市場 每年的營業額呢 其實是比 電影產業的營業額還要更大 很恐怖喔 電影產業 電影產業哪些人 好萊塢那些人 拍大家這邊片 每天你看 票房熱銷 可是那個數據是說 坦白說 他們賺錢不會賺錢 他們沒有AV賺錢 AV產業是非常大的一個產業 在日本 那AV產業這個東西呢 你可以去理解啊 他 就是有人想爽 有人想賺錢嘛 對不對 他有人想爽 想爽是你問旁邊的宅男 大家就是想爽了嘛 那開法後利益會被上升 那個確實是會 他有沒有一些外負性 這個外負性就更小 對不對 他會不會損到在其他人 除非你的室友隨便亂搞 然後把房間弄得很髒這樣子 這個就是外負性 他室友的問題 不是這個產業的問題 這個產業問題 所以他有沒有 他更沒有 他更沒有 所以像這個也是一個 這個也是一個 那這種開放他 他就這種 那AV產業裡面 有沒有關於這個工作者的 異化的問題 當然也是有 我們來談一個東西 這個叫做知難 知難 這個同學就知道這個叫什麼 叫知難 很多同學都很清楚 很多同學都很清楚 知道什麼叫知難 這個 這個知難是這樣的 就是說 你問那些同學 他們看完這個片以後 那看完肥皓一定會做某些動作 他自己就很聰 好 那就會有人去想像這件事情 想像說如果你在AV的現場 你去拍片現場去當這個事情 你會不會很聰 我記得去年還千年 PDT有個神人 八卦百有個神人 他就跑去日本去應徵這個工作 然後他就跟你說 這個工作其實不是你想的那個樣子 所有事情 一旦進入專業分工市場的那個角色 也要當你那個勞動本身的是 你來賺錢的工具的時候 就會發生異化這件事情 也就是說這個對男生來說 其實你跟他很清楚的理解 什麼叫異化這個事情 如果你看完片子裡想爽 剛好片子裡想爽 那是很過癮的事情 可是如果你去拍片現場 做這個東西 就完全不一樣 這個就是異化 完全不一樣 他有說 在那個拍片現場裡面的知難 是角色最低的 你不要看說那個AV AV的那個片子裡面 那個女生很像在裡面 看起來角色最低沒有 其實那個AV 片子裡面那個女生 在片場的地位 其實相對來說是算高的 相對來說是高的 那比較低的呢 就是那些看起來 在旁邊羅林塔那些人 知難 這些人是地位最低的 他們一天薪水沒有多少 然後要隨時準備上陣 那如果拍到一半NG了 那對不起 回去旁邊坐著休息 然後再重新出背站立 然後等到需要你的時候 你要馬上出來 你要馬上出來 所以這個其實工作 非常的艱辛 這個非常的艱辛 那個是 那個是勞力工作者 很辛苦的勞力工作者 那這個就是異化 這個就是異化 其實你就可以在裡面看到這個事情 勞動本身本來對你是有意義的 那他一旦變成賺錢工具的時候 進入整個市場體制裡面的時候 工作這件事情本身 你就是脫離 就是他本身跟你 就沒有辦法帶來任何的意義 他就沒有辦法帶來任何的意義 那就是非常的 你就是抵著工作者 勞力工作者 所以 那個PT那個神 他就去那邊晃了一圈 回來就說 這個工作職業不是人在幹的 這個不是人在幹的 沒有那麼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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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yway 所以我們就談了這個 叫做Pretal Improvement Pretal Improvement 有沒有問題 希望這樣的討論 能夠讓大家非常深刻的理解這個東西 好 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就先休息五分鐘 我們就先休息五分鐘 剛剛上來康課呢 我們就跟大家解釋了 什麼叫做 引力選擇 進去給他講什麼叫引力選擇 什麼叫做Pretal Optimality 什麼叫Pretal Optimality 讓我們也談了什麼叫Pretal Improvement 什麼叫Pretal Improvement 然後我們就說 有很多種Pretal Improvement 比如像說 法律上承認統治不一定 這個就是Pretal Improvement 那我們也說呢 比如像開放某些商品交易 比如像開放AV產業 AV交易 這個東西就Pretal Improvement 有人想要爽 有人想要賺錢 那如果不會損避他人的利益的時候 你開放這個東西 就會是 其他人某些利益沒有損害啊 那一開放呢 這些想要爽的 跟想要賺錢的 他們就會得到 消費者勝利 跟生產者勝利 消費者勝利 跟生產者勝利 所以我說看到AV產業 或開放性交易 這些東西 其實都會是一種Pretal Improvement 如果不會損到他的情況下 所以我說比較開放性交易 比較要處理外部性問題 這些可能會損及他的自己的情形 比如像性病傳播啊 破壞家庭吃素啊 就是說什麼 小孩跑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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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種狀況 如果你可以處理到的話 你就可以不損及他的技術 那這時候呢 開放這些 產品交易 就會是一種Pretal Improvement 那可是呢 話說回來 雖然很多時候 我們知道說 開放某些交易 會是Pretal Improvement 可是 過去的今天告訴我們呢 這個政府 是很奇妙的一個東西 所以我一開始跟大家講 政府 你不要設想 政府一定是站在 全部國家的利益 邀邦幫大家做 很多時候呢 政府會基於一些奇怪的理由 去限制某些交易 會限制某些交易 最有名的一個例子呢 最有名的一個例子呢 就是關雲九的交易 關雲九的交易 美國呢 在1920年代到1920年代到1933年的時候 曾經就發生過這個事情 就是他們覺得說 九這個東西太可惡了 九這個東西太可惡了 那九呢 跟這個AV比起來呢 其實九比AV的情況更糟 那九它可能會有外付性問題 你喝完九追尋軍的 去外面開車 就會有外付性問題 AV可能沒有啦 除非那個男同學 把宿舍弄得很髒 那女同學不會把宿舍弄得很髒 女同學一樣有AV 日本AV產業非常進步 他們有各種宿舍 男同學都有 那女同學不會把宿舍弄很髒 男同學會把宿舍弄很髒 他這個外付性格 那你把男同學那個弄很髒 皺化AV 大家就不會有這種事情 九可能就會有外付性問題 不過呢 話說回來 因為很多人很阻攔這個事情 我說在美國在19 在20世紀初期的時候 很多人很阻攔這個事情 就是說覺得 喝酒喝得醉醺醺醺的 尤其是很多 很多那個家庭 家庭婦女 覺得老公每次喝酒喝得完醺醺醺 就開始亂打了 然後又不做事 所以呢 因為這個樣子呢 他們後來在1917年的時候 就透過一個法令 美國要禁酒 正式實施 1920年開始實施 1920年開始實施 那美國在1920年開始實施 禁酒後呢 他發生了一些非常奇怪的現象 譬如像說他 他有些奇怪現象 現象醫師這樣子 他們說禁酒 雖然說呢 你沒有辦法喝酒 你在市面上是買不到酒的 那可是你有個辦法 因為酒有醫療用途 所以你可以去跟醫師 要求醫師開廚房簽 然後你就可以拿醫師廚房去拿酒 那這個是哪種酒呢 像威士忌這種烈酒 那時候在美國禁酒 禁酒時期 他就是必須要依靠醫生的廚房才會有 而且那時候就出現一個情況 就是那時候呢 突然美國公共衛生情況就大股下降 因為你就發現說 紀錄上一大堆病患跑出來 大家都會去說我生病 然後就請醫生開酒 那醫生就會開 一次就會開到這個衛生體出來 所以還蠻奇妙的事情 那時候你要喝威士忌 就只能去找醫生 那醫生就會開給你 所以那時候病患大量產生 美國那時候病患大量產生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有個在美國 美國的歷史上 20世紀初期有個非常非常有名的人物 這個人物叫做 A.R.T.P.O.N.E. 這個相當於美國的嚴親標 這個是 美國的芝加哥 黑幫老大 黑幫老大 芝加哥 黑幫老大 在20世紀初期的時候 非常大為的 一號人物 這傢伙怎麼發起呢 他就是跟禁酒令有關係 剛剛同學有說 有些交易是你禁止了以後 他地 他還是會在台北下發生 就是說因為這個交易本來就會有 你說你這些法律不保障他 然後接下來你就禁止他 可是這個交易還是有 人還是有這個買酒需求 那怎麼辦 就全部都轉入地下 那轉入地下 那這個A.R.T.P.O.N.E. 就是做這個生意 那為什麼在芝加哥 因為美國禁酒 加拿大沒有禁酒 所以很想說 很多酒都是從加拿大 透過五大福利過來了 那芝加哥剛好是集散地 那A.R.T.P.O.N.E. 就是在芝加哥發金 所以後來 後來美國歷史學家 在檢視美國這段歷史 就是說禁酒令在美國 到底造成什麼影響 就是講出一堆大黑幫出來 本來芝加哥黑幫沒有那麼強 可是禁酒令下去 就有一大堆厲害的黑幫出來 那就疑害到現在 那當然他們後來有取締 這家黑幫勢力有被打下去 可是就是 在那段期間的那個組織犯罪 非常的長絕 A.R.T.P.O.N.E. 那除了黑幫以外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政府腐敗 政府腐敗 因為這個酒的利益太大了 酒的利益太大了 那結果就是政府要禁止 那禁止就會有一些茶系專員在上面跑 那人家就會拿錢給他 然後說拜託不要抓我 那結果就是政府就變得非常腐敗 美國政府在1920到1933年的時候 其實是非常腐敗的 其實非常腐敗 跟禁酒令有關係 那這個東西呢 可以怎麼來推呢 你從酒的這個歷史 你可以看到當代也有個類似的情形 有個叫做Mutan Friedman 這個是曾經 這個是諾佩爾經濟學校的蛇俗 這個也已經掛念 芝加坡大學的一個教授 Mutan Friedman 他就跟你說 他就說呢 他覺得你去看那個美國禁酒的歷史 他就來說 他就說 雖然你看美國他們現在在談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大麻交易是不是合法化的 或甚至更進一步的毒品 美國現在在打毒品戰爭 也就是大量的取締那個毒品 那他就說 這個禁止大麻或禁止毒品這件事情呢 跟1920年代 在美國禁酒那個情況一樣 他就說 你只要 這個東西合法化 或是說不要合法化 就是說你不禁止它 然後呢 法律上保障那個交易 你這些大黑幫的現在做毒品交易 這個大黑幫的全部都會不見 他就說 做毒品交易的這些大黑幫就會全部不見 他就講這個事情 他就講這個事情 不過這個毒品的狀況 跟酒的狀況又差更多 那個毒品的狀況 它的外負心又更大 它的外負心又更大 那外負心因為它會有上米的問題 那酒當然也會有上米的問題 那不過很像很少人看到說 因為 因為酒上米以後呢 那請家蕩產 然後去外面拖借搶 那毒品可能就還蠻多的 毒品可能就還蠻多的 那可是呢 你也不知道這個道理 是不是因為禁止的關係 搞不好開放以後呢 毒品價格大幅下跌 那就不會有請家蕩產的事情 不過他可能會 跟酒比起來 酒可能會讓人家上米 可是他可能 可能夢想上 你還可以控制這個銀頭 那毒品可能更 更不會啊 所以這個問題在美國 現在就是討論的非常多 那他們可能很多人 他們就說 好吧我不要談比較嚴重的 我來談比較簡單的 像大麻 這個上米的問題 沒有那麼嚴重 在美國就有些地方 就真的就開放 真的就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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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就開放這個東西 真的就開放這個東西 那這裡面就會有非常多的討論 這個就有非常多的討論 那所以民生福利的門的那個討論 其實還是基於我們剛剛在說的 開放某些商品的交易 有人想要爽 有人想爽 你開放了之後呢 他可能就會有 額外的利益出來 那這個跟你懂 可是你要想就是說 這個東西會不會 再存疑到他人的利益 九 可能會 不過可能沒有那麼嚴重 所以Mainby現在就開放了 你如果進他的話 就會講說大黑幫 這個犯理這個大家都知道 那大麻呢 更記錄的毒品呢 這個就有很多的討論 這個就會有很多更記錄的討論 還包括說你在 你在 你在消費的時候 這個上米的這個問題 能不能很好的控制他 像這些狀況 那在美國毒品問題就非常非常的嚴重 我就非常非常的嚴重 他可能就真的會讓你整個 整個家庭都請教槓層 你要讓 酗酒喔 那題是個問題 可是可能 沒有那麼多的 沒有那麼多的在討論這個東西 好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得到 很多時候 開放某些商品的交易 是一種Pretal Improvement Pretal Improvement 大麻毒品這種東西 比較極酸的case 可是我要跟大家說就是說 你可以去看一下這種討論 相關的討論在美國 他們其實談很多 那整個背景就是在討論 可是你其實可以看得到 即便說 很多時候你開放某些商品的交易 是一種Pretal Improvement 政府呢 不會讓他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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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 AB就是一個例子 AB就是一個例子 就是一個例子 就是一個例子 那因為政府呢 總是想要干涉人民的生活 然後禁止各種不同類的要義 然後他說雖然有Pretal Improvement 可能政策可以做 可是有些時候他不做 所以就會後來就有個 Eyden Smith來講這個東西 Eyden Smith來講說 除了很多時候政府不想干涉人民的生活 會禁止不同的交易以外 很多時候呢 他也想要知道說 你要怎麼生產跟消費 他也要知道怎麼生產跟消費 舉例來說 國家有時候很多國家 我們台灣也經歷過這種事情 政府說 這個國家呢 以後呢 要發展大企業 比如像南韓 南韓過去 過去50年就是這樣 他們就覺得說 我們國家要經濟成長 要發展大企業 所以他就說指導人民 我們應該要多買大企業的東西 他怎麼指導法 他可能有很多種做法 比如他就設 他就給大企業補貼 給大企業補貼 給大企業補貼 或是說他就是關稅 讓外國的 外國的那個車子進不來 諸如此類這樣子 然後他說 這個東西是發展大企業是好的 發展中工業是好的 發展軍工業是好的 然後他就把所有資源 投到這些東西 這個就是什麼 一種干涉市場 所以很多時候呢 我們看到說 政府除了說 他覺得說 某些交易他覺得不好 然後 你也不知道他怎麼去講這話 當然有些時候 有很多深刻的討論 那有些時候 可能沒有太多深刻的討論 像酒這個東西 他很多時候呢 過去 我們從歷史上看到 政府呢 很多時候是 會想要干涉的年生 我不只是說他 他自己覺得不好 要干涉禁止這個東西 有些時候呢 他會跟你說 要指導你怎麼生產跟消費 我們剛剛講的過去的 有所謂的 叫做產業政策說法 我剛剛就說了 我們說要發展中工業 要發展大企業 所以指導你 買東西的時候呢 應該要多支持這些大企業 然後客戶各種行政手段 那當然他有另外一種 最近常在談到的 就是關於菜蟲的問題 大家覺得菜蟲非常的可惡 這個 囤積居棋 所以要取締他 像前陣子 有去取締在高雄 一個紅蘿蔔的菜蟲 中盤商 可是呢 有內行跟你說 你取締他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為什麼呢 因為 紅蘿蔔的那個生產跟消費 他是有個時間的差距 也就是說 他就說 他們上時候取締那個是紅蘿蔔 紅蘿蔔 他說紅蘿蔔的生產 都是在冬天的時候 夏天 台灣是沒有生產這個東西的 所以你去找那個大盤 你去找那個 你去找那個 大盤上的時候 他倉庫裡面有人說紅蘿蔔 那當然是啊 因為 那個農出二月就收割完了 那通常的搞法是說 你就二月的時候 去跟人家買一大堆 然後放在冷凍庫裡面 然後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 慢慢把這些東西給 貨給出出去 那如果你把它取締掉了 那就二月農物會生產太多 以下的生產過剩他們就會倒掉 然後四五六七八這幾個月 台灣就沒有紅蘿蔔可以吃 就會變成這個情況 所以要有人在那邊調節這個東西 那這個就是菜蟲 所以去他們家逮捕他的時候 看到說他倉庫裡面一大堆紅蘿蔔 那當然是啊 因為他五月就買了 然後慢慢一個月一個月一個月 把它分銷把它削掉 就是這個樣子 可是我們的輿論就是說 他囤積那個是不應該的 所以我要取締他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看得到 過去我們的教科書裡面 在講說 政府是大有為的政府 應該要知道人民 總是對人民是好的 你其實就看得到 所以就會得到這個結論 然後這個結論是說 很多時候他要去干涉 那因為要干涉的關係 在Eidan Smith這個在18世紀的時候 他就講這個事情 因為英國政府那時候也會有很多東西 他就說 你其實你不應該要干涉 有些時候你覺得 你政府自己覺得是好的 其實推行下去不見得是這個樣子 他就說 你應該要尊重眾人的智慧 他就說 在市場上呢 理性且各自獨立的行動者呢 在遵守規則 不損害他人的情況下 依各自的利益來行動 結果會是大家的福利 達到整體社會資源最好的配置 他講了幾個點 大家遵守規則 然後不損害其他人的情況下 這些都是重點 這些重點是說 政府干涉的實際 可是如果說 大家都遵守規則 沒有規則不清楚 也不會有外不行的情況下 這些東西我們在這個學期 後半狀會繼續談這個問題 如果大家都遵守規則 也不損害其他人的情況下 你政府其實是不應該干涉市場 你不應該對人家指導說 你要怎麼消費 不應該要菜籌 你該說 你不能說 這個交易是不應該開放的 沒有這件事情 他就說 如果你遵守規則不準 還有其他人的情況下 依各自的利益行動 其實是對社會最好的 這個就是大家控制過的 Adan Smith在講的 A2E 那是Bull-Hand-Seal 這個人都看不見的手 看不見的手 那市場呢 又是怎麼樣來調節社會 整體社會資源的分配呢 這個就是 牽扯到一件事情 就是價格機能 我們簡單講一下 價格機能是什麼東西 在市場裡面呢 市場怎麼樣來 讓整體社會資源 達到最好的配置呢 其實是透過價格來指導 市場呢 是透過 透過價格來做這個事情 透過價格 來指導資源分配 來指導資源的分配 來指導資源分配 資源的分配跟生產 什麼意思呢 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市場呢 我們看到這個整個市場 市場是供給跟需求 來決定那個價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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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時候 價格偏高 或價格偏低呢 表示說 這個社會呢 大家覺得 現在最缺的是什麼東西 或最不缺的是什麼東西 舉例來說 如果今天 如果今天呢 如果今天呢 突然 因為某個因素 需求限外移 需求限外移 舉例來說 比例上這個市場是 鮭魚的市場好了 鮭魚的市場 如果今天突然 大家覺得說 這個吃鮭魚有益健康 所以鮭魚的市場呢 突然就外移了 外移的結果是什麼 外移的結果是 就是 一個人覺得這個東西 好啊 對不對 所以價格就上升啊 那價格就上升了 那價格就上升了 表示什麼意思 大家覺得這個東西好啊 所以 我就要來買這個東西 價格上升的結果是什麼 你就看得到 供給線 因為價格上升了 所以呢 廠商就一定會 願意提供更多嘛 對不對 所以價格今天就是什麼意思 當價格上升的時候 表示大家都想要消費這個東西 那因為價格上升 所以 供應方也會跟著進來 對不對 所以 透過價格 這個information 當價格上升了 他就跟 生產者說 OK 所以現在這個市場上 大家覺得鮭魚是好東西 所以 你應該要多生產 而他確實也會多生產 因為價格高 表示有利可固 他就多生產 對 他就多生產 所以透過價格 這些事情呢 你就竄了什麼 大家覺得鮭魚是好東西 有助於身體健康 然後呢 有助於身體健康 所以 就透過這個價格呢 把 把這個消息傳遞給供應商 那 供應商就來生產這個事情 供應商就來生產這個東西 那 同樣的 如果說 今天呢 供應商 說 欸 這個鮭魚 這個鮭魚 很像 爛火情況太嚴重了 爛火情況太嚴重 爛火情況太嚴重 那爛火情況太嚴重呢 導致鮭魚量呢 補得越來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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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鮭魚 一旦越來越抓不到鮭魚的時候呢 自然就會減產 減產結果是什麼 價格就會上揚 價格上揚了以後呢 消費者覺得這個東西變貴了 那我會不會就買 我就不會買 對不對 自然呢 如果說 如果說很多人 在 那個今天廠商抓鮭魚 抓到鮭魚 欸 開始減產了 減產以後呢 欸不對了 減產了 然後呢 就開始越來越難抓 越來越難抓 產量減少 產量減少 價格上升 消費者自然就 自然就會少吃 自然就會少吃 所以其實不是 價格進行就是說 透過價格的高低的這個變動 傳遞的資源的多跟寡 有沒有問題 那決定消費者跟生產者 要怎麼生產怎麼消費 其實是不需要通過宣傳的 你不需要跟人家說 這個鮭魚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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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鮭魚大家要少吃一點 他們快完蛋了 其實 他如果一旦補不到的時候 一旦補不到之後 自然價格就會上 那大家就不會去補 那大家也不會去補 因為價格變高了 那價格變高 可是相對來說 如果你 你 你給他 他限制了一個價格 舉例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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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今天呢 本來的價格是 本來的價格是 P start 然後政府呢 設了一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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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你最高只能在P start 不能到P double start 那結果是什麼 結果就是說 舉例來說 如果今天 政府說 這個 鮭魚很重要 是 名聲必須平 不能說 讓他價格太高 結果呢 一堆人覺得說 這個有助於健康的時候 要多吃的時候 你還是給他限制在P start 結果就是什麼 我們上課有講過 對不對 我們上課有講過 結果就是呢 Q有跟指揮在Q start 並沒有辦法呢 如果說我今天加了一個價格管制進來 加了一個價格管制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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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今天加了一個價格管制進來 說P呢 最多最多只能在P P start 加了一個管制進來 這個叫做Pract Selling 加了一個價格管制進來 那你就會看到這個事情啊 當需求在外移的時候 你說價格最高只能在P start 結果就是廠商不願意生產 我們不要用閨魚的例子 閨魚的例子可能沒有那麼清楚 我們用比如說口罩的例子 大家應該都知道說 在那個2003年的時候 有SARS這個事情 SARS那個事情的時候呢 大家突然一堆人風有而入 說要買口罩 那一堆人就買口罩以後呢 就會有人說 這個口罩很重要 非常重要 因為現在SARS風型 這個是有助於 這是民生Pish 所以我就必須要管制 口罩價格 那結果你管制口罩價格 就會造成這個現象 看看你就管制了這個 口罩價格 口罩價格 在原來的這個P start 結果是什麼 就是廠商那個價格 他就不願意多生產 那結果就會造成什麼現象 因為他不願意多生產 所以我們就會看到 超額的需求啊 對不對 我們上次上次都講過啊 你就會看得到 超額需求啊 那就會有一堆人買不到口罩 你就會有看到一堆人買不到口罩 那相對來說 因為你管制的價格呢 廠商現在也不知道 到底口罩是多還是少 我要生產多少 其實我也不知道 啊我 價格既然只是P start 我就只會生產到P start 啊就let's it 啊其他人就會拿不到 其他人就會拿不到 所以如果一旦你 對價格基因管制的時候 你就會破壞這個價格機能 我就沒有辦法 生產者跟消費者之間的 就沒有辦法透過這個價格 這件事情 來了解現在到底資源是 資源的稀缺的情況 價格它是一個有效的 它是一個有效的那個資訊 它是一個有效的資訊 透過價格的掌握 也可以說 眾人認為現在最需要或最缺乏 或是最不需要最不缺乏的東西是什麼啊 那自然透過這個東西呢 就可以來知道資源的分配 可是如果你把價格都鎖死了 那你就得不到這個資訊 知道說現在到底整體的資源 能分佈的情況 那市場中參與眾人 就沒有辦法透過這個東西 來決定我到底要多生產 還是我到底要多消費 會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會有這樣的狀況 啊這個就是破壞價格的機能 破壞價格的機能 所以A&SB才會說 有些時候呢 理性跟各自獨立行動者呢 只要遵守規則不准礙其他人的情況下 以各自利益行動 透過價格本身呢 就會指導大家知道說 要怎麼去生產跟消費資源 生產跟消費資源 如果你把價格鎖死了 我就沒有辦法透過價格 知道說到底現在社會上 大家缺的是什麼 大家最需要的是什麼 我就不知道這件事情 我就會不知道這個事情 好啊再來這個是價格機能 這個是價格機能 那我本來預計要在 今天要再講那個 關於政府干預 共產主義的這些問題 這個我們下個禮拜再來談 我們現在談談那個 關於那個 那個 稅收 這個稅付 跟市場券分析的問題 因為這個跟作業有關係 我很快把它引過去 然後大家回去 把那個作業拿下來練習練習 那大概就會知道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大概 我猜過去你們在高中的公民社會時候 可能也學過 做過類似的題目 所以我就不會講太 我就不會講太多了 我也不會 就不會講太仔細 再過一次 讓大家熟習一下 讓大家熟習一下 好 我們今天要來談什麼呢 我們要講的是 關於租稅對市場均能 跟經濟效率的這個影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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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呢 我們先講租稅有幾種稅 有幾種稅 好 經濟學上呢 我們在談租稅 基本上我們談三種稅 好 三種稅 這是最簡單的這個分法 最簡單的分法 一種是人頭稅 一種是重量稅 然後一種呢 是重駕稅 一種是重駕稅 那什麼是人頭稅呢 人頭稅呢 就是 我呢 每個人固定跟你抽一個固定的錢 好 每個人可以抽個固定的錢 什麼意思 X等於T 一個固定的錢 T是個常數 T是常數 然後這個是呢 每個人或每間店來抽 每個人或每間店來抽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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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麼是重量稅呢 他呢 是等於A乘以Q 這個A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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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每單位 每單位產品抽A的稅 每單位產品抽A的稅 每單位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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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等於A乘以Q 這個稅呢 等於什麼呢 等於每單位抽A的錢 然後你生產 你賣出多少Q 我就跟你抽多少錢 這個叫做重量稅 理解啦 A乘以Q 那A呢 是 這個是錢 這個是錢 每單位產品 我跟你收A A塊錢 這個叫做重量稅 那還有一種叫做重價稅 重價稅就是我們平常 比較習慣的這種 這個是什麼呢 你的價格 是P 然後我跟你這個價格 抽固定的比例小T 然後再乘上一個這個Q 那這個T呢 我們說這個叫做稅率 這個叫做稅率 這個叫做稅率 比如像說我們說呢 舉例來說 我說這個稅率呢 等於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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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種東西 你一個價格 東西如果賣100塊 我跟你抽5塊錢的稅 那如果你賣1000塊呢 我跟你抽50塊錢的稅 對嘛 50塊錢的稅 1000塊我跟你抽50塊錢的稅 那這個呢 就是重價稅 跟著你的價格 抽個固定的比例 然後後面這個Q是產量 那前面這個重量稅呢 是你買賣一個東西 我就固定跟你抽A單位的錢 我就跟你抽A單位的錢 A單位的錢 這個Q呢 這個是量 這個是產量 升級 商品交易的量 或生產量 販都可以 這個是量 這個是量 通常是交易的量 這個通常是交易的量 這個是量 對 人頭稅這個是 古早時期 封建時期 然後那個中世紀的時候 15、16世紀的時候 就是抽這種人頭稅 按你多少人 我就跟你抽多少稅 你有多少人 一個人 每年收稅 你有多少 我就跟你抽多少稅 這個題目就會 這個題目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大概是講這樣 我們討論同量 同量稅 我們常來討論同量稅 好 譬如像通常我題目會這樣給你們 我可以這樣來討論 譬如像通常我題目會跟你說 這個題目會跟你這樣說 呃 我有一個這個體系 供給跟需求的體系 這個需求線呢 是長這個樣子 長這個樣子 然後呢 供給線呢 是長這個樣子 長這個樣子 長這個樣子 通常題目會給你這個東西 給你這個東西 給你這個東西 那你看到這個題目呢 通常題目會給你這個東西 QD等於3P-3P-60 QS等於4P-3 然後我說呢 我說呢 呃 今天 今天呢 喔 他的那個什麼 跟那個生產商 Seller 我跟Seller Seller呢 收稅 收稅 然後我說呢 我說什麼稅呢 我說同量稅 每單位 1.75的稅 1.75的稅 然後我題目會問你說 影響是什麼 影響為何 影響為何 這一類型的題目呢 你很容易在研究所 或是國家考試 考試 看到這種題目 看到這種 影響為何 他給你一個供需的體系 需求線的供給線 然後呢 跟你說我今天跟廠商收這個稅 每單位1.75 快 影響為何 我猜你們過去在公民與社會課 應該也學過這個東西吧 應該也學過吧 可能應該也學過做過這種題目 可能有些學校有教 有些學校沒有教 那通常畫過這種題目的第一件事情是什麼 你把那個工需線畫出來 你把工需線畫出來 你把工需線畫出來 工需線畫出來 然後呢 你知道這個供給線是這個 需求線是這個 然後第一個呢 你先求解 求說沒有稅收以前呢 這個均衡的價格跟數量會是多少 沒有稅收以前 沒有均衡的價格跟數量會是多少 就把它整個體系連立起來 連立方程式求解 均衡的時候 我不知道什麼 我們知道均衡的數量一定會相等 均衡的價格一定會相等 對不對 所以連立求解起來我就不做了 連立方程式求解 得到的呢 均衡的時候呢 P star是等於9 然後Q star呢 會等於33 P star等於9 Q star等於33 我就把這個東西擺進來 我就把這個東西擺進來 這個等於33 這個等於是9 好 那接下來的問題就來了 接下來問題是說 我現在呢 跟供應商 賣家 跟賣家收稅 每單位收一點75的稅 影響為何 請問如果你看到這個東西之後 你怎麼做這個題目 首先你要這樣想 首先你要這樣想 原先的供需體系下來 均衡價格是9 供應量是33 對不對 那現在呢 廠商政府說 我跟你業者收稅 你每賣出一單位 我跟你收1.75的稅 所以有點是說 我現在你這個33單位呢 我這個33單位呢 你賣了33 所以我就跟你收33 乘上1.75的稅 對不對 所以你就想像說 如果你今天是業者 你呢 政府跟你說 每單位收1.75的稅 那你就會碰到一個問題說 你要跟我摳這個稅 那我不想收啊 那怎麼辦 我就把這個稅呢 轉給消費者 什麼叫轉給消費者 本來我賣9塊 他現在每單位收1.75塊 我就說我每單位賣到多少 我賣價變成是10.75 你可以這樣來想 你是業者 政府現在跟你說 每單位收稅1.75塊 那你本來賣9塊啊 那你現在不爽啊 說政府跟我收稅 那我怎麼辦 我第一個想要就是好 我移轉給消費者 轉價給消費者 叫消費者來幫我付這筆錢 那消費者來幫我付這筆錢 那消費者來幫我付這筆錢 是什麼意思 本來我賣9塊 現在就變成是多少 10.75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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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就變成10.75塊 這個東西就是稅收 你可以這樣來想 那可是接下來就碰到一個問題 消費者不是笨蛋啊 對不對 你把價格漲到10.75了 那消費者會不會願意買單 他可能不會願意買單 他可能不會願意買單 你看到這個東西是什麼 10.75塊下來的時候呢 會有一個什麼 超額供給出來啊 會有一個超額供給出來啊 有一個超額供給出來啊 有一個超額供給出來啊 有一個超額供給出來以後呢 就表示什麼 你業者喔 政府跟你說收1.75歲 啊你不想收 你就轉給消費者 消費者 沒送 沒送 結果就是我總不會 啊 你就有一個東西自銷 自銷怎麼辦 你就知道說好吧 要不然賬好 我們降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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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超額供給出來 就會降價 降價到哪裡 降價到一個新的均衡的鐵 降價到一個新的均衡的鐵 所以碰到這種問題的時候呢 你可以這樣來想 你可以這樣來想 業者 政府跟業者收稅 業者不爽 所以會把稅加上去 那價錢抬高到10.75 可是 消費者不見會買單啊 所以你要考這個新的均衡點 所以接下來的問題就是說 所以我們要來算均衡 新的均衡價格 跟新的均衡數 要來算這個東西 接下來的問題是這個 那怎麼算這個事情 那這個就是第二步的工作 怎麼算這個事情 過去考試呢 我講你們在公民與社會的課程的時候 都考過這種問題 怎麼算 我們就 把這個idea呢 放在你剛剛寫下的 供給線跟需求線上面 現在是怎麼樣 業者 你要搞出一個新的供給線出來 新的供給線是s加t 然後呢 用新的s加t 跟底面線呢 求解 那問題就來了 怎麼樣找新的供給線 因為供給線 叫做s加t 你可能可以很舒服的這樣想 喔 OK 現在是s加t 那稅收呢 是每單位1.75塊錢 對不對 所以你可能就說 供給線在哪裡 供給線在這裡啊 所以我就說 qs等於4p-3 老師說 碰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呢 就是直接把稅收加上去 稅收是每單位1.75塊錢 所以我就是加1.75下去做 然後得到新的供給線 請問這樣做是對還是錯 錯 我可以說 這樣做是錯 過去很多初學者在學這邊的時候 我相信你們可能以前在高中 做這個題目的時候 也會犯我這種錯誤 錯 這樣做是錯的 為什麼 他收 所以是每單位收1.75 每單位收1.75 所以本來你公一賣9塊現在收到10.75塊 對不對 所以你是要從價格上加10.1.75 那如果你是在這邊加1.75 是什麼意思 加在數量上面 對是加在數量上面 所以他是水平外 加在數量上水平外 所以你不能這樣加 你要加在價格上面 所以就來了 你要先把你的供給線 顯成用價格來表示的事情 你要把顯成用價格來表示 所以正確的做法是這樣子 正確的做法是這樣子 正確的做法 正確的做法是 首先呢 我把它寫成 寫成那個 P等於四分之一 Q加上四分之三 你要先寫這個東西 然後呢 接下來 政府 說科稅 科稅 每單位1.75 每單位1.75 是加在價格上面 所以你呢 就要寫成是這樣子 寫成是 P等於四分之一 Q加上四分之三 再加上1.75 這個才是你的 S加上T的這條攻擊線 這個才是你的 S加上T的攻擊線 因為稅收是加在價格上面 不是加在數量上面 這個 這個要注意 這個要注意 很多出現者在這邊犯錯 然後呢 一樣我就把它連立起來 需求線是什麼 需求線是 QD等於-3P加上60 連立求檢 連立求檢 所以求到的新的檢是這樣子 P double star會等於10 Q double star會等於30 這個才是正確的做法 所以呢 我們就會看到這個東西 新的Q等於30 新的P等於10 新的P等於10 你就會看到這個事情 理解了齁 理解了齁 所以順著我剛剛的思路來講 順著我剛剛的思路 我們說什麼呢 本來一個東西賣9塊 政府現在說 每當位科1.75的稅 所以呢 業者會不爽 你跟我每當位科1.75 所以呢 我第一個想到就是說 我把稅 全部叫消費者來付 9塊變成10.75 那可是呢 變成10.75的話就很高對不對 消費者不願意買單 協調 結果最後是變成10塊 所以你看到什麼事情 本來賣9塊的東西呢 現在變成賣10塊 原價是9塊的東西呢 原價是9塊的東西 現在呢 新的價格呢 變成是10塊 這為什麼會有新的價格變成10塊 是因為 政府科稅的結果 所以可以看得到什麼意思 政府每當位呢 你就可以看到政府每當位 科1.75的稅 每當位科1.75的稅呢 最後 消費者付多少 本來是9塊 現在變成10塊 所以消費者最後付1塊 對不對 所以 消費者最後呢 付1塊 這個是buyer再買 buyer來付 然後呢 provider呢 協調結果 我說本來 33 本來賣9塊現在變10.75 對不對 啊消費者不願意買 大家就喬了 最後消費者說好 我10塊給你買 所以1.75的稅都一塊是消費者在付單 廠商呢 自行吸收0.75的稅 所以這個seller呢 seller呢 自行吸收0.75的稅 tax shipping 這個就叫做租稅轉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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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跟前年的時候呢 台灣曾經有個討論 叫做奢侈稅的討論 奢侈稅的討論 那時候是什麼樣子 那時候呢 就是說房子尤其是豪宅 被炒得非常非常高 對不對被炒得非常高 在台北市一棟豪宅可能賣到7千萬或8千萬 然後大家呢 對於那些賣豪宅的人非常的賭籃 你就買個房子 然後從2012年百到2014年 然後呢 你就把它賣出去 啊什麼事也沒做 房子就賣出去 你就 哇你就可以賺這個利益 大家非常的賭籃 賭籃結果就說 好我要給你磕車子稅 你這些豪宅 這些王賣豪宅王八蛋投資客 8千萬 你都沒做什麼事 你就賣到8千萬都是你在賺 所以他就說好所以你每賣 每賣的棟豪宅 我就跟你磕稅 把你的不法利益全部都賺回來 他們是這樣 不法的不正當利益 把你都磕走 把你都拿回來 所以每棟豪宅你早就賣出去了 8千萬我就跟你磕兩千萬的稅 那後來就有人在講說 你這個稅啊 不見得磕得到賣房子的人 兩千萬不見得全部都是賣房子的人在出 他說會誰在出 買家會出 買家會幫你出一點 為什麼會有這個 為什麼會有這個 argument 就是這個事情 tax shifting 租稅轉嫁 你就看到豪宅 磕奢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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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tax shifting 這個叫tax shifting 那這個買家呢 這個買家的人他會負擔這個稅收會負擔多還是負擔少呢 來這個會牽涉到一件事情 這個會牽涉到需求彈性 什麼意思 這個圖已經畫得很複雜了 我畫在這個地方 希望後面的人也看得到 希望後面的人也看得到 你看看 我們討論是本來有個供給線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也有個需求線對不對 然後呢 我現在呢 供給線加上稅收上去 加上稅收上去 對不對 所以你就看得到 本來 假設說 我本來是9塊錢 那這個加上去的稅收是加1.75 然後現在新的交一點呢 變成是10塊錢 所以我說1.75的稅裡面呢 有一塊錢是買家在負擔對不對 好 如果我今天這樣說 我這個需求線呢 從這裡開始出發 他變得比較熟 他變得這個樣子 變得這個樣子 這個叫做第一 如果你今天的需求線長這個樣子 請問 你覺得這個租稅轉價 買家會負的更多還是更少 更多 更多嘛對不對 你看看現在這個新的交一點在這裡 就會比10塊還要來的高 他可能會鑑於10塊到10.75之間 對不對 10塊到10.75之間 所以 如果需求線越陡的話呢 買家呢 被迫負擔的稅 也就是說 賣家就可以轉移更多稅到買家身上 好 那更陡表示什麼意思 更陡表示 就是需求彈性的值更小 什麼叫需求彈性 考試考過 你們都知道 需求彈性就是說 價格調整的時候呢 需求量的變動比例對不對 所以需求彈性的值變小 表示當我價格在調漲的時候呢 買家買方呢 他們的需求量的值變動不會太小 他還是會要買這個東西 對不對 這個叫需求彈性的值變小 也就是表示說需求線很少 所以你就可以理解一個事情 如果今天需求彈性的值會很小 表示說什麼 如果我價格調整的時候呢 買家都不會跑掉 對不對 我價格調整的時候買家都不會跑掉 那你會不會把稅存都裝給他 那這個就是租稅移轉 所以租稅移轉呢 這個東西呢 跟需求彈性的值有關係 考試我會考這個東西 考到你的需求彈性的值或小 租稅轉掉的程度大還是小 大還是小 所以大家可以要注意一點 那在這個作業裡面呢 他最後還有考一個東西 叫做那個福利的變動 啊 所以大家可以要注意一點 福利變動 那福利變動呢 我們就很快的把它講便 我們就可以下課了 那大家如果 不是很清楚的話 再去做考試題目就會清楚了 他那個福利變動是這個樣子 我們剛剛 第一次檔當課一開始 有帶講說 算消費者剩餘跟生產者剩餘 如果本來的交易量是 9還有33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整個市場的 整個市場的那個什麼 整個市場的那個什麼 經濟剩餘是這兩塊三角平的面積 對不對 那 當我課稅以後呢 整個經濟剩餘的面積變多少 整個經濟剩餘的面積變多少 好 我 我用新的圖來畫 然後我畫完就可以下課了 我畫完就可以下課了 整個經濟剩餘的面積變多少 來 我們很快把它畫完 因為這個東西跟你們的作業有關係 我跟你們的作業有關係 我跟你們的作業有關係 我本來是S 我本來是D 然後呢 本來是這塊大三角形的面積 現在呢 新的交易點呢 變成是S加T S加T 新的交易點變成是Q等於30 Q等於30 然後P等於10 P等於10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加稅以後呢 新的成交點量呢 變成是這個樣子 變成是這個樣子 變成是這塊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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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本來是那個大的三角形的那個面積 本來是那個大三角形的面積 所以在做這個題目的時候呢 你就要知道 當磕稅以後呢 你會損失到哪一塊 你會有一塊無謂損失 就是 這塊損失呢 有點就像是說 本來要有交易的 可是呢 因為你磕稅的關係 這個交易就沒有發生 就像我們今天在講的 AV的交易 本來要有交易 你禁止他 整塊經濟社會就不見了 那現在這一塊三角形呢 也就是因為 你磕稅了 所以這個交易呢 本來應該要有的 就不見了 所以這個東西呢 就是我們 我們剛剛在講的 這個東西呢 我們剛剛有講這個東西嗎 好像沒有 好 這個東西呢 就叫做 Dead weight Dead weight loss 就叫做無謂損失 也就是說 這個東西是本來呢 你讓他交易發生的 誰都不會受害 他是一種 因為你現在磕稅呢 這個交易沒有發生 然後呢 他就會是一塊無謂的 一塊無謂的 然後剩下這塊藍色三角形呢 我們很快的做個分析 剩下這塊藍色三角形呢 裡面有些是稅收 稅收是多少 稅收是多少 每個每個東西呢 是1.75乘上30 1.75乘上30 1.75乘上30 這塊是稅收 那剩下的呢 就會是消費者的剩餘 跟生產者的剩餘 所以1.75在哪裡 1.75就是 綠色的這一塊面積啊 綠色這一塊面積啊 這塊綠色面積就是1.75乘上30 對不對 每當會收1.75嘛 對不對 1.75乘上30 這塊就是稅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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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磕稅以後呢 會發生無謂損失 然後會有綠色那塊被政府抽走 上面的那一塊叫做消費者剩餘 底下那塊就叫做生產者剩餘 作業有這樣的題目 如果不清楚的話呢 再回去做作業 再把這個東西看一看 你大概就會很清楚了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的話呢 我們今天就上到這邊 上到這邊